字幕志全 李宗盛 字幕志全 李宗盛 我們今天啊 開始要上亞里斯多德 這個亞里斯多德的課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含義 什麼重要的含義呢 因為你從哲學史的觀點一路看下來 大家心裡 如果我是你們 都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西洋哲學的發展 總是有預設一塊 是沒有辦法被解釋 或是說預設它為另外一個世界的這種詮釋方式 比如說先蘇哲學就不要講了 為什麼他們假設世界 有一個arche 有一個principal 有這樣子的一個核心的概念 蘇格拉底的哲學就講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作為答案 柏拉圖的哲學是另外一個重要的高峰 因為柏拉圖哲學為了解決這問題 把它分成一個二元對立的局面 叫做dualism 所以這個dualistic structure 這個二元對立的局面呢 讓我們呢在一開始介紹柏拉圖的時候呢 就有同學面露不滿 不爽 為什麼不爽呢 就是說你對於那種不可知的事物 做一個假設 開放性的假設 說這是屬於另外一個世界 等於解決了所有問題 也等於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這個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好 那麼這也說明了為什麼 在這個 這個西洋哲學發展的過程當中 柏拉圖是在我的詮釋下是比較違心的啊 比較具有宗教的傾向的啊 而且呢是一個二元論的立場 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最主要呢 就是對柏拉圖而言呢 他的唯一的證據 是數學的推理 在我們心中形成真理的這個過程 足以證明我們的意識 或是我們的靈魂 或是我們的心靈 有另外一個面向 可是今天開始 其中考結束了 今天開始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亞里斯多德正面的回應了 所有在西洋哲學出現的問題 什麼叫正面回應 請大家用最嚴格 最具有批判性的眼光 來檢驗 我們從現在這一分鐘開始 講的每一句話 怎麼檢驗呢 就是說我在經驗上要有感 我在經驗上有感 比如說 我舉一個例子 我這個一眼看過去 比如說我看到 我看到有同學穿的帽T夾克 有同學穿的跟暑假期間一模一樣 我在經驗上 馬上就empirically speaking I wonder 為什麼這個氣溫到底是高還是低 這個問題 對你來講可怕是35度 你說女性皮下脂肪厚 所以感覺到比男性感覺上要熱10度 那對他們來講25度或是35度 你怎麼能穿這樣子 比如舉一個例子 那他們會覺得不好意思 你也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什麼樣呢 你們會覺得不好意思 那個絕德兩個字是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整個要整個要處理的重要觀念 所以說 It must be sensible tangible 所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所有有關亞里斯多德哲學 他就說我們不要假設有什麼神秘的啦 另外一個世界 從現在開始 我們完完全全用 所謂的科學的態度 來看到哲學裡面所有的議題 所以我們說 Alistoto是科學哲學的始祖 而我坦白告訴大家 他對於經驗的詮釋 我們到今天科學哲學的發展 沒有超過他的成績 除了運用數學的系統 來取代他的生物學的系統以外 其他的沒有超越他的成績 那麼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遲到的同學 我只重複一句話 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我們講的每一句話都要 empirically tangible 就是在經驗上要有感 我為什麼要很認真地跟大家強調的觀念 因為非常多的人跟我反應 說哲學很緹緹很虛無很抽象 我說哲學只要緹緹的 虛無的抽象的 算命的 無謂博先知的 欲知未來的 通通是騙人的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在經驗上不是tangible 有可能 比如說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回去一看果然發生什麼事 我到現在依稀的記得非常清楚 我媽媽過世的前一天 我跟一群人在聊天 那天聊天情況非常特殊 通常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都是我在講 那天我居然沒有講話 聽別人講 聽完後腦袋昏昏沉 第二天早上接到消息我媽過世 我覺得這種都是有感 都是 但是什麼呢 但是這一些感覺 這種 這種有potent, omen, auspicious 的這種 預兆的感覺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不叫做empirically tangible empirically tangible就是 嗅覺、味覺、觸覺、視覺、聽覺的情況下 累積出來的意識中能夠感知 才叫做empirically tangible 我們把它翻譯成經驗上的可感知性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這個 如果在這個角度上 請大家就是用一種 你所知道的科學哲學的觀點 來檢視你們所講的每一句話 我告訴大家 很多人 像Coffice Stone也好 這個不喜歡亞里斯多德的部分 把它當成一個分類的架構來討論 其實它真正的重點 是這個形象學的問題 是這個形象學的問題 就是說它不處理這種所謂的什麼神秘的 二元的 或者唯心的部分 好 好 那麼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會一直出來你知道嗎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好 我們現在開始用 也是用傳統 就是說我自己的詮釋 亞里斯多德的生平跟他的哲學關聯 亞里斯多德請大家看戲院前四世紀 亞里斯多德是一個 非常非常特殊的希臘哲學家 他有他的觀念 其實他有好有壞 不過呢 我們要從蘇格拉底 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的角度來看 蘇柏亞來看亞里斯多德的位置的定位 我覺得我們今天有很多的討論是有一點混亂 為什麼呢 因為啊我們都知道我們的文化被科學整體顛覆了 可是呢我們很少人能夠回答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 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呢陷入一個困境 我敢打包票 我們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學習 如果你敢開誠布公做個定義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願意接受現在的學校教育 尤其是大學 為什麼我敢講的這麼這麼shaky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在從事教育的時候 忘了告訴大家一句話 我們教大家科學教育 所有的我們的education 我們的教育都是立基於on the basis of science 然後science是什麼東西 我們並沒有搞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同學經常有很多類似的誤解 而且這些誤解都是以而傳而性以為真 比如說我們認為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我們認為說不懂得數學的人就不要讀科學 我們會認為說科學裡面基本上的話呢 有就是用這個高等數學 否則的話一律用統計 以為科學就是統計 我們以為科學所調查的經驗是一次是固定的 調查完以後就可以變成數據 通通是誤解 極大的誤解 我這幾天有好幾個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人 那我明天我要到文化大學專門去談這個問題 我都認為說這些問題誤解非常嚴重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第一個誤解以為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有區別 所有讀社會科學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做問卷調查的人就是感覺上這個街頭上 陳述局都可以打電話問你要投誰啊 你懂嗎變得沒有專業了 對不起啊 我好像有一點激動 但是我每一次看到 到了禮拜三的上午都在想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我們的教育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你不要以為說是其他國家 整個亞洲地區都這樣搞了 香港、新加坡他們搞商業的教育也是一樣的情況了 為什麼 因為你實際上要了解如何 透過學者商了這一套 然後就懂得高人一等的專業知識 我坦白跟你講 像我們國家現在冒出來的什麼找人代操案 結果代操人、委外人、代操人都賠錢 大公司代操 我跟人家講說你不要迷信那一套 你講電機器 台大電機器一定比某科技大學電機器好 但你講商學院代操 台大就不一定比普通大學好的 哈佛更不見得比台大人好 哈佛人不一定比佛光人好的 雖然他們都有個佛字 你要了解這個含義 為什麼 因為首先有關於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的區別 有關於科學是不是數學的代名詞 有關於科學的話呢 是不是除了數學以外就是統計 有關於我們面對的生活當中 我們接受的教育 為什麼一定是科學教育 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沒有一開始正本清原搞得很清楚 我們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 我們會出現大家普遍是拿傳統的文化 來學習現代的科學 那這個出現在我們教育當中就是很大的矛盾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教育當中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告訴人家這個問題 所以出現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的泛道德的觀念 偽善的觀念 來繼續的處理我們面對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所以我們講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會有一個道德的判斷在裡頭 比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講完以後就開始講我們的亞歷斯多德 比如說在一個教育的社會中 我們要預設的立場就是教育是科學教育對不對 所以說仙宮廟的訓練人家當基統的 不能夠在台大成立一個基統系 即使算命賺很多錢 我們也不能夠成立一個什麼易經研究系 分風水系 不能夠完全商業化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 那讓科學能夠發展的重要的基礎 是民主的政治 民主的政治講求的是法治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旦講求了民主法治科學 倫理民主科學這些觀念以後 我請問大家 你對社會弱勢的關懷 同情老人 很明顯我講的是紹興社區的問題 我覺得這兩個成績要分開 在學校的教育這立場一定要鞏固 我整整想 從校慶到現在我想了三天 我把這個答案在這堂課中做一個表述 就是說你要知道你教育學的這個東西 跟你原有的文化不一樣 同學們那種對事情有看法 有直覺反應 其實你反應的是你的潛意識 你的潛意識裡面流露出 你原有文化意識中很重要的一塊 悲天閩人啊 老烏老以及人之老啊 幼烏又以及人之有 我坦白跟你講 在你所學習的教育體制當中 這個這些觀念 這些親情的概念 是empirically not tangible empirically not tangible 就不是我們應該在亞里斯多德架構下 所建立的西方科學中應該處理的問題 這個第一個概念 同學一定要分清楚 就是說受教育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裡有香港來的同學 他們在香港受教育就是按照英式的 英式的一定是按照民主法治下來的 他們講他們的倫理科學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把親情這個因素放在裡頭 你不可能說拿中環的地 然後蓋一群老人很可能在那邊就照顧弱勢 沒有這回事 我這樣子講的原因大家不要誤解 這不是我要說明我個人立場 而是說教育的本質在亞里斯多德哲學影響下 所以我現在請大家用最挑剔最嚴格的眼光 來檢驗我講的每一句話在經驗上是不是有感知的 你們注意如果你聽完我講說 老師我在經驗上沒有感覺 你在講形上學我馬上停止 馬上停止 也不會換你來講因為我知道你不會講 但是你如果說用胡鬧的方式的話 我馬上會討論 但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就可以繼續講 因為這就是科學的重點 我們受教育的目的 否則的話台大可以改成書院 大家可以變成一種全部變成國文系 可以全部回到儒家教育 然後電資學院可以全部轉換成科技大學 變成職業訓練 這可以分開的 這個是重要的觀念 我們這個見古之經要從這個角度 好 蘇柏雅 蘇格拉底那邊我們只得到了一句話 叫做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不對 這句話有很深刻的含義 我們做過很多的解釋 同學們要了解 這一句話在我們的講義中 卡普普有做過一個解釋 卡普普說 Socrates He was not professing 就是professor 那個字 Not professing this sentence He is pretending this sentence 就是說他不是宣稱我什麼都不知道 他假稱 他假裝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最近很流行討論English vocabulary Bubbler Bubbler到底是stupid的還是什麼hesitated 這個不是重點 但是 professing是claim Pretending是說我表面這樣說 我其實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卡普普的詮釋我納入了我們課程當中 非常重要 因為從卡普普的角度來講 在他的西洋這些角度當中 蘇格拉底真正的繼承人是亞里斯多德 這是個非常非常original的看法 因為我們通常一般版本說 蘇格拉底的繼承人是柏拉圖 但是我們怎麼看 左看右看柏拉圖跟蘇格拉底很不一樣 因為蘇格拉底強調我什麼都不知道 柏拉圖居然強調我有可能什麼都知道 如果我死了以後 所以這個是很不一樣 那也有人說 將來我們看到希臘化哲學的時候 有一個犬儒學派 Cynics 他叫Diogenes of Synops Diogenes他就怎麼樣呢 他呈現了另外一個觀念 他說蘇格拉底告訴我們就是 玩事不公 什麼都不甩 穿著 打著赤腳 穿著拖鞋 衣衫不整 甚至於這個無所謂 連廉恥都無所謂 睡在哨水桶裡頭 這個就是一種哲學家 應該有的人生 我覺得這兩種的詮釋就是 犬儒學派的詮釋 跟柏拉圖式的詮釋 我都非常不喜歡 柏拉圖式我有證據說他們不一樣 犬儒學派是一種很消極的態度 但是我很喜歡亞里斯多德的態度 因為亞里斯多德的科學不是數學的 不分自然科學跟社會科學 他裡面本身來講不用統計 他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用的完完全全是在經驗中的可觀察性 所以你要告訴人家說我受教育的目的 你一定要懂亞里斯多德 才知道你為什麼受教育 否則的話你何必那麼辛苦呢 何必辛苦呢 像我今年已經幹了這個做了行政 做了一年半了 看到很多家長 因因其盼送孩子進來 然後渾然不知他的孩子要面對什麼樣的命運 所以我最後都很我都很沉重跟他講 我說你孩子讀哲學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選擇 是改變他一生的選擇你開玩笑 你要先自己起碼知道一點沒有一個家長知道 像你們從遠地跑來的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們從遠地到這邊讀書的話 我對你們要求特別強 你們要把我們市場的種子帶回港澳地區去繼續傳播 要搞清楚你要選擇這不是說教育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年輕的精華 你到了我這個年齡想到說我18歲到22歲 讀一個很爛的科系 我很後悔 我完全不懂他道理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發生 我也很激動的口吻 把你們的重點先告訴你 柏拉圖跟犬儒學派對亞里斯多德的這個 跟亞里斯多德的比較 跟他們相較於蘇格拉底的關係不一樣 亞里斯多德我們看他的重點 先介紹一下亞里斯多德這個人 亞里斯多德他是馬西頓人 馬賽東尼亞 你們看那個有些人也拍一個電影 叫亞里斯三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裡面有演到亞里斯多德 他是亞里斯多德大帝的家庭教師 Tutor 他的爸爸 Nicola 這個Nicola Machia 他的爸爸是亞里斯多德的爸爸 Philip親王的御醫 因為是他的御醫呢 因為希臘的醫學 是講到四行說 就是地、火、風、水 這個四行呢彼此之間呢 跟中醫 中醫講的是金木水果土 所以大家有機會到新疆去玩 維吾爾人的這個就是回醫啊 他們就是四行說 他們四行說講一個人身體的話呢 就是四種因素之間的平衡 equilibrium 就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跟中醫的話呢 金木水果土五行之間平衡 就是健康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呢 所以他一生中呢 這個平衡均衡的狀態 我們通常稱之為中庸 就是Golden Doctrine of Mean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這個中庸的概念 是他整個倫理學 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是哪一國人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亞里斯多德呢 對於這個希臘文化的支持呢 是很矛盾的 為什麼 因為在他自己寫的政治學當中 他說在希臘的城邦當中 有三種人 不是公民 像外邦人一樣 女人、小孩跟野蠻人 外邦人 奴隸啦 女人、小孩、奴隸跟外邦人 他們都是一樣的性質 不是他們的公民 然後另外呢 他呢 自己因為不是雅典人 卻是想 卻是擁有希臘文化的人 所以他很仰慕這種希臘文化的高貴精神 所以亞里斯多德跟亞里斯多德 跟亞里斯多德之間最大的爭執 就是歷史中的一個很大的公案 就當亞里斯多德 瘋狂的打到這個 亞里斯多德打到哪裡你知道嗎 亞里斯多德打到今天的阿富汗啊 都快進中國了 快進新疆了 以地理位置來講 亞里斯多德在他 東征之前再三告誡 千萬不要跟外邦人通婚 免得玷污了希臘人高貴的血統 亞里斯多德在整個征服的過程當中 一打到東方的時候 亞里斯多德發覺 他底下那群受到民主勳陶的希臘士兵 天天反對他 天天反對 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 再打累了什麼 我們應該班師回朝 然後說我們為什麼 亞里斯多德突然 突然好像發瘋了一樣 不曉得酒精做得怎麼樣 把底下講這種話的希臘士兵全部殺掉 然後規定剩下士兵全部跟波斯女人結婚 一萬多的一萬多個希臘的士兵 跟一萬多的婦女全部結婚 我不知道跟多少個婦女 可能三倍不知道 他自己帶頭 娶了一個當地的 娶了一個當地的婦女 然後呢就整個概念的 這是大融入 打到哪結婚到哪裡 就一路上就是完全融合 所以到今天 我們就發覺亞里斯多德的影響 到今天看待 這就是解釋了為什麼 你看到的阿富汗人跟我們是指使之隔 新疆人跟我們就是很近 但是長的樣子完全不一樣 他們像什麼 他們比較像是希臘種的人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土耳其一路下來 那個整個區域完全就被他血融合了 所以這個蒙古種的人的話 基本上集中在哈薩克塔吉克這一帶 然後呢有這個亞里斯多德征服過的影子的話 他基本上整個血源都融合 有點像早先的這個西班牙人到南美洲的情況一樣 這個說明了什麼呢 這就說明了亞里斯多德跟亞里斯多德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亞里斯多德的這個 將來我們講到希臘化哲學會回到這邊 因為亞里斯多德本身分工偉業 把東西文化結合在一起 我可以告訴大家為什麼亞里斯多德會這樣做 因為他在希臘地區的時候就跟我們今天在台灣一樣 是個民主環境 民主環境做什麼事都有人反對你 感覺上很不爽 弄得半天一事無成 可是呢他到了東方以後發覺那邊有一種對神崇拜的心理 然後誰打贏我誰就是我的神 所以亞里斯多德非常爽在那邊過足了太陽神的影 他最後都忘掉自己 所以那個電影裡面演的就是演的一個真實情況 他每天都做夢夢到自己媽媽是希臘女神 爸爸固然是一個獨演的混蛋沒錯 但是媽媽是神所以他是半人半神 他是他叫做什麼他叫Demi-God 他是Half-Human Half-Divinity 所以他非常enjoy這種感覺 因為到了東方世界中有這種對神的崇拜 所以他覺得他喜歡這種環境 因此他一路上往東一直走走走到最後有一天實在是不能再走 班師回城途中他就死掉了 所以說這個整個希臘的這個政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們在討論希臘哲學的兩個面向 一個叫蘇伯亞 另外一個叫希臘化時期 蘇伯亞是城邦政治 希臘化的話是帝國政治 他沒有王國式 沒有國家的概念 就是兩種 所以說這個整個融合是很特別的歷史 也是很重要的哲學 那麼他亞利斯多德呢 這個16歲就到雅典 在Acadia 也就是Academy 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柏拉圖舉辦的大學 讀書 讀了20年 20年在當地倒是表現極為優異 可是柏拉圖死的時候呢 學院沒有傳給他 傳給另外一個人 亞利斯多德在他的作品中 對另外那個人啊頗有為辭 覺得他學問不好 很不爽離開 離開了16年呢 到了海邊 到了海邊呢 到了這個 到了這個海邊啊 這個 Hamias 跟著一個人呢 他做了16年的海洋生物學的研究 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注意 亞利斯多德作品四分之三 是海洋生物學 不是哲學 哲學整個是他建構系統的基礎 他是一個博學家 真正的博士 處理很多問題 但他四分之三的作品是生物學 我們今天生物學有很多基本的結構啊 架構啊 分類系統 還是按照 就是亞利斯多德的觀念在生物學當中的分類上 還是有用的 然後他回來以後 就到了雅典建立他自己學校 為什麼他有這個能力呢 因為當時呢 雅典已經被馬其頓征服了 雅典被馬其頓征服的時候呢 當時的總督叫Antipater Antipater請亞利斯多德回來 跟這個雅典人較勁 在這個Academy旁邊蓋了一個Lysion Lysion 這個現在的法國文的高等學校 法國文的這個高中叫Lysée 就是來自於這個字 所以說這個希臘的傳統很重要 好 那麼亞利斯多德跟柏拉圖之間呢 其實很多觀念是很類似的 我再跟大家重複一下 柏拉圖的觀念跟亞利斯多德呢 最主要的一個相似 像柏拉圖我們講說理型的概念呢 the idea forms 靈魂的不滅啦 然後光照的理論呢 回憶的理論 這是柏拉圖的重點 亞利斯多德呢 他基本上呢 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理型跟材質的結合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椅子 我跟你講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這個是一個很標準的椅子 因為椅子的形象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這原來拆開呢 是大概20塊不到的木頭 合起來變成椅子 所以我們的經驗中如果要跟你講說 為什麼你知道這是個椅子 你會說椅子的樣子就應該長這個樣子 至於你用塑膠還是用木頭 還是用鋼鐵無所謂 所以這個在empirically tangible 所以說any object is the composition of form on the one side and the materials on the other side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在經驗中沒有話講的 所以呢雅里斯多德就從這個畫出來 所以因此他也強調理型的概念 他也強調進一步經驗中可感知到的材料 而材料如果沒有經過理型的結合 他不足以變成一個客體 不足以變成一個客體 經過理型的結合他變成一個客體 然後他就會強調說這些木頭如何 這些木頭如何原來在樹上 我們在樹上如何變成現在坐的椅子呢 他說這些木頭在一開始 它的材質當中就擁有變成椅子的潛在potential 然後呢是我們人想坐的人去Fully actualize他這種potential 所以對雅里斯多德來講 任何事物變成一個object一定是一個過程 哪怕是天地人都是這個過程 這個講起來跟這個我們所謂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自然的發展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這個木材原來在樹上的時候 它有這個potential 所以它第二個重點是任何事物都是從potential to be actualized 就是慢慢被實現 這個概念對後來黑格爾的哲學影響非常大 覺得人整個事物都在 人整個人的集體都在actualize 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有一個方向感 所以第三點的話呢 對雅里斯多德來講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一切都是在經驗上要tangible 而且呢這個經驗本質呢 這個經驗本質呢就是我們所擁有的唯一的 所以它的經驗主義呢跟這個所謂的實在主義呢是結合的 就是說我現在講說這個已知不但是理念跟材質的結合 也是一個從潛在到實現的過程 而且它本身這個empirical tangibility 這個經驗上的可感知性是我僅有的 而這個說因為是我僅有的 所以我必須承認它是真實的 否則我一無所有 否則我一無所有這句話講的就是蘇格拉底了 蘇格拉底說你如果要絕對的真實我就沒有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你就眼前經驗中的話 如果你定的標準是經驗中的可感知性 那就有 所以經驗是我們僅有的 所以你講到科學哲學後來的邏輯實證論呢 或邏輯經驗論講的就沒有超過這個層級 只是什麼只是他們做了修改 他們不談它的實在論而指說這是我所僅有的 存而不論 它至於到底是真是假我就不談論 亞里斯多德更好 亞里斯多德跨了一步說這就真的 經驗就是你所僅有的 就是像這個Cococola的廣告一樣 You can't beat the feeling 百事可樂的廣告 你不能夠打敗我的感覺 這個經驗是我僅有的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這一切事物的起源 我們要假設一個基礎論的思想 這一切有個起源有個基礎論的思想 然後最後的話呢 它有一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一個目的論 所有的事物能夠這樣解釋 就是朝向一個目的進行 都是所以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解釋的 形式與材質的結合 從潛在到實現的過程 經驗論與實在論的結合 基礎論的立場 目的論 Teleology Telos 那麼 我跟大家做這樣的提示 是我長期讀柏拉圖圖 亞里斯多德東西整理出來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呢 跟大家一起有這種 這種速想包 快速想用的這種package 你捏在手上 一講到亞里斯多德東西 你馬上就有印象說 誰不中 亦不遠 我再次跟大家強調一下 這裡面講的每一句話 我拿這個同學當一個範例 你看在經驗中是不是可感知的 那麼你們一起講 比如說我剛剛講到椅子 這把椅子為什麼舉起來 因為這個 你要是找漫畫師畫一把椅子 他就畫這個樣子對不對 你知道任何人畫椅子就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可靠背可做 很簡單 那因為有的時候在學校舉例子 椅子上面旁邊有個桌子 到底是桌子還是椅子 就號稱桌椅 是號稱桌椅就不是椅子 很麻煩這個概念不純粹 所以這個木頭做成的椅子 它一定包含材質就是木頭 這個這個這個真的是原木嘛 很重 然後呢 它有椅子的什麼呢 椅子的理念 然後這個木學原來在樹上的 經過我們的開發過程 所以亞里斯多德還強調一種原因 四英說 材料英 木頭 形式英 idea 椅子 有效英 人 這個伐木工人跟木匠 再加上這個木工 三個人合起來了 把他做起來了 目的英 讓我們上課 讓我們上課 讓我們實現我們的偉大追求知識的理想 非常好 從潛在到實現 有目的 這一切是基礎 而且在經驗跟實在的基礎上 所以這個是 亞里斯多德整個系統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經驗上都可以可感知吧 一點也不神秘對不對 一點也不神秘 那你可能會問啊 那如果說這麼容易理解 那他到底偉大在哪裡 他偉大在建立一整套系統沿用到天地人所有的層面 包含物理學生物學 都是這一套喔 這就厲害了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比如說你知道人體的結構跟你知道人體要怎麼治病是兩碼式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亞里斯多德的偉大就從這裡偷顯出來了 好 那麼我這邊也提到了 蘇格拉底說我唯一知道就什麼都不知道 柏拉圖說所有我知道的都是理行造謠的結果 亞里斯多德說蘇格拉底不是宣稱而是假稱 我剛剛解釋過了 我們可以知但不必否定感官知覺 因為他們的內容也有知識 約定的基礎論 所以我剛剛加一個字 我剛剛講的基礎論是我們約定俗成的 好 在座同學 你們是大二的還沒有修過知識論對不對 你們將來修知識論的時候 或者你們已經正在修知識論 你們正在修知識論 好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們在修知識論這在幹嘛 周同學 你們的知識論這在幹嘛 你講一個題目 知識論你們在幹嘛 沒修並不是光榮的事情 還沒修 對 來 你說 我每天都獲得外在事件 你平常戴眼鏡 今天沒戴眼鏡 我I know that you are not wearing a glass today 這不就已經有了嗎 這不是已經有了嗎 知識論還要學嗎 這不是已經有了 你有沒有學知識論 沒有 沒有 李明傑 然後你知道你知識論在幹嘛嗎 不是光點頭 你要說啊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幹嘛 好了 算了 你最後一個了 知識論是幹嘛的 教得太難了 我告訴大家 學知識論就是學 我可以擁有知識 但是我如果 我如何justify 我如何證承 我如何確切的知道我的確擁有知識 他說就只有學這件事情 是不是 How do I justify that I know 這是誰的問題 這個是蘇格拉的問題 所以知識論不會有答案的 千萬不要被唬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特別扯到知識論呢 因為知識論將來會告訴你 不管你多努力 你都無法擊敗skepticism 無法打敗懷疑論者 懷疑論者怎麼樣呢 怎麼樣而言呢 他會告訴你說 你可以知道 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證實 他是真實的信念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get justified true beliefs 這個 justification是知識論討的問題 所以呢 他會有很多的立場 亞里斯多德 我不是說他很早 因為對同學來講 對同學目前的情況 我們是大學部學哲學 當成一個基本的科目 我們要應用啊 我們不是跟你講 每天就是懷疑這個懷疑那的 我們會說 我們要追求知識的正誠 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但是我們的答案極有可能是 知識擁有基礎是約定俗成的 We agree to agree 不是 we agree to disagree 我們約定什麼呢 我們約定 我們大家看 我一提提出來 我說我剛剛講的 所有跟經驗可感知的部分中 從這個理念 已知的概念 跟材質的結合 從潛在到實現 經驗論 時代論 到我們甚至的目的論 通通是講完以後 大家沒有話講 所以我問他說 如果你們要用最批判的眼光 質疑我講的任何一句 你在經驗中感知不到的地方 沒有人敢 但是知識論者他們都在懷疑 這個怎麼是 這個怎麼是最理想的理直呢 理想的理直根本就是理型啊 像柏拉圖講的對啊 只存在理型的世界啊 現實世界怎麼會有理想的理直概念的實現呢 你可以討論 你可以批判 但是柏拉圖很早就說 哲學的正程不是我要的最終目的 我要的最終目的是如何 用系統的方式建構知識 這個系統建構知識的結果 叫做科學 科學需要有解釋力就好 科學不需要獲得最終的答案 所以說柏拉圖要我們假稱 什麼都不知道的目的 要我們不斷地追求真理 而不是要我們不斷地去懷疑自己知道什麼 我每一次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心裡都非常感動啊 我是真真實實去落實這件事情啊 像我們跟我熟一點的同學都知道 助教可能知道多一點 我是接到任何新奇的理念就是馬上去落實的 落實的結果有失敗 有被善效 有被嘲弄 但是只要成功一次 那個真的是hilariously escatasy 那真的是歡喜若狂啊 為什麼 因為你敢嘗試新奇的事物 而且獲得成功以後 你是展開了生活的新的境界 這個就叫做創意啊 你不覺得我是個很有創意的人嗎 對不對 因為你想想看 這不就是創意的定義嗎 我再強調一遍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最重要的告訴我們 其實這真的是大秘密啊 所以我看到 你們想什麼叫做創意 創意就是 創意一定要人看得懂 所以一定是屬於經驗範圍的 一定是可感知的 而可感知的事物不是大家都一樣嗎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在創意的內容當中 它本身並沒有保證你 它認知的範圍是什麼 它只是約定俗成的 所以你總是能夠突破它 你突破它的過程 就顯現出來你與眾不同 但是同時 它在經驗上又是可感知的 所以亞里斯多德真正的答案就在此 我們為什麼要受教育 因為我們要學科學知識 我們為什麼要學科學知識 因為科學知識 確保我們的認知領域的擴大 那麼我們認知領域如何擴大 四個字 發揚創意 對不對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發揚我們的創意 發揚我們的創意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你應該聽得懂 其他人呢有沒有人聽不懂的 我願意再講一遍 這個實在太重要 李明傑你聽得懂嗎 你聽不懂 發揚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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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受教育的目的 比如說你一直當好學生 我問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我問過你的問題對不對 結果你回答得非常遲疑 你還記得嗎 你當場回答不出來 那我現在跟你講說 欸這個 欸 come on 這個問題是 empirically要tangible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你是省力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受教育 要做之後的人生有幫助 之後的人生有幫助 那之後的人生有幫助 你的幫助是什麼 就是我要怎麼看待我做的方法 那這個 這個你不用到學校來啊 你這個讀幾本《易經》啊 或是什麼文語啊什麼都差不多了 不會 不會 好 那我問你 你想知道以後 你再說一遍 你受教育的目的是 對以後的生活有幫助 整學系的目的 對以後生活有幫助 好 你希望你對以後生活有幫助的方式 跟大家都一樣 還是跟大家不一樣 你講真的 你希望他一樣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明明節你希望你以後的生活方 對你的生活有幫助 那希望你的幫助的方式 一樣還是跟別人不一樣 廢話如果一樣的話呢 我給你一套標準答案叫戰手冊 拿去讀完了就有幫助了 你還需要學什麼東西啊 浪費這麼長時間對不對 要跟人家不一樣 要跟人家不一樣 要跟人家不一樣什麼樣不一樣 要是怪異還是要有創意 說你明天來了突然你的光頭來了 然後大家講說 哇這個生活對你有幫助 是很怪異沒錯 但是沒有創意啊 對不對 不能怪異嘛 怪異很可憐 要蒙受心理很大的壓力 可是創意呢 創意說大家會讚揚你 大家會覺得說 我怎麼沒想到 你怎麼那麼厲害對不對 你喜歡這樣子吧 你當然希望跟人家不一樣啊 這個就叫創意 所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發揚創意 這樣你聽懂了吧 這樣聽了好懂吧 但是這總結當中 從受教育的目的到得出達人中間 亞里斯多德的概念告訴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 因為我們都活在一個共同的經驗世界中 對不對 我們都活在一個共同的經驗世界中 然後這個共同的經驗世界當中 當之為基礎的都是約定俗成的 所以我們要擴展我們的知識內容 期待能夠獲得跟人家不一樣的想法 對不對 我跟各位同學強調一件事情 為什麼這個事情特別重要 你看我花了這麼多時間解釋這麼細小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人生哲學 我昨天在跟人家很深入的討論 為什麼國內的人不喜歡看國際新聞 為什麼台灣人不看國際新聞 這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閱讀很累 然後你的想法中把你的世界規定成為一定的type以後 很輕鬆你就不用再思考了 所以你接收國際新聞的時候出現很多很不一樣的事情 你會感覺到很不安 你今天覺得台幣升值 明天就突然發覺台幣貶值 你今天覺得股市漲了明天又變了 整個國際的情勢比這個還要複雜幾十倍幾百倍幾萬倍 你會覺得很累 如果你受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追求創意 你當然會覺得很累 你當然會覺得很累的結果你當然不願意吸收 所以我們整體社會 我說一句良心話 目前為止我看到整個社會建設發展突然停滯的國家 全世界沒有幾國 這裡極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啊 你從香港的觀點你應該很客觀吧 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香港同學太多了 他們從來不敢說實話的 他們怕得罪本地人 但他們心裡非常明白 建設停滯 這個國家建設是停滯的 你現在一看 我這個沒有開玩笑就是說什麼呢 停滯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把你的生活世界 你的經驗世界固定了 把忘掉了是約定的基礎 這個約定的基礎 這個約定俗成的這兩個字 忘掉了這個概念 所以呢你會發覺缺乏了應該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也在這個條件下 我們覺得亞歷斯多德特別重要 同學們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因為我上課的方式是希望把它用最簡單又最清楚 讓你在經驗中最有感的方式說出來 那這樣的話呢你不用事先做預習 你就可以知道你要想要問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討論 因為這個畢竟是大學部的一個哲學史的課 我給大家提供一個史觀 所以呢如果說是亞歷斯多德接受柏拉圖的知識論 但是請我們想一下對柏拉圖來講知識論那條線 A到B我跟大家重複一下 A到B中間是C這邊是現象的知識 這邊是現象成為可能的知識 現象的知識當中A、C中間再分D 那麼這邊的話呢是A到D是完全是假想的知識 然後這邊是使假想成為可能的印象的經驗中的內容 然後的話呢C到B當中更不得了了中間有個E 然後那個C到E這邊部分的話呢就是數學 數學完全是理想的知識的代表對不對 然後呢D1到B 1到B這一段是一切使得數學成為可能 使得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推理成為可能包含了文化政治社會經濟一切因素 這是亞歷斯多德的知識論是一個橫條中間分成四塊 每一塊都是後面的知識前面一塊使得前面成為可能 每一塊都是這樣的架構 那麼他亞歷斯多德不一樣 對亞歷斯多德來講的話呢那個EB那一塊是神秘的立場 我們在解釋的時候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 只能夠說有一些民族文化如果沒有很複雜的理念 他沒有機會掌握到這一些內容 我們只能夠這樣說 我們在解釋的時候我也不滿意 同學也不滿意 有的人會覺得說這樣子的話呢太簡單了 就假設有個東西說明是數學成為可能的基礎 亞歷斯多德他的方法剛好不一樣 他把知識做一個全面的分類 完全按照經驗的感覺 所以他說我們有三種知識 第一個生產的知識 繪畫跟建築 這個我們基本上以模仿為主 繪畫跟建築這個是請同學注意 歐洲的大學教育是按照亞歷斯多德的體系來區分的 繪畫跟建築這個都是 以前我在比利是最清楚的 這是皇家藝術學院 皇家建築學院 我都有同學在那邊讀這個 他們都是屬於professional school 他們上課完完全全只有工作室沒有教室的 他們藝術舞蹈的包含體育的他們都是這種 這個屬於這種mimic 就是模仿的 另外一種是實踐的知識 倫理學跟政治學 倫理學跟這個我們都知道 這個我們都非常清楚 比如說我們經常會問說你讀了台大了 你還做壞事 你應該嗎 答案是什麼呢 答案是讀台大不台大跟做不做壞事 說什麼趙建民啊什麼好啊壞啊 都台大醫學系 完全無關啊 你會讀書的人一定可能是 會讀書的人極有可能是十足的asshole 這個完全無關大家有種錯覺 你既然這麼會讀書難道你不知道做人道理嗎 就是不知道 為什麼呢 這亞里斯多德的分裂它是截然不同的東西 這是實踐的知識 事實上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一個人會讀書人跟他是不是好人 根本沒有關係 道理上的行為 因為道理行為本身的判斷就是牽涉到一個很複雜因素的考量 所以這個也是不一樣 那政治學是屬於倫理這邊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上個禮拜五 到了中國政治學會去評論那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是討論到政治學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做研究的方法論基礎 答案很可能是回到哲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對政治心裡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直覺 因為政治是一種眾人的道德行為 眾德的倫理行為 你不能夠從 你不能夠從學理的角度來看 你只能夠用一種實踐的角度來做訴求 所以你把大學課裡面放了教倫理學 很多人認為說學了倫理學以後就會變成好人 這個觀念 我們謝尤老師在做 但這個觀念基本上在分類上來講是很牽強的 很多人心裡明白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另外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了如果說你沒有接受教育就是科學教育 按照亞里斯多德這套觀念來思考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接下來我們文化本質的潛意識 完全是一個道德意識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道德上的判斷極有可能是氾濫的判斷 同學們你們累了我不怪你 活在兩種文化交雜的過程中 我們的孩子累了 我們的孩子到了學校來充滿一股怨氣 我自己是活到了五十多歲才懂了這個道理 強迫孩子用從小到大最傳統的觀念 去到一個嶄新的追求世界排名的大學裡頭 我學的文化每一點都是衝突的 每一點衝突 所以你們累了我不怪你們 但是呢有一點呢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知識的分類這個架構 還是亞里斯多德推出來的 亞里斯多德推出來的架構一直不斷的被批判 但是它有它存在的價值 為什麼 因為在經驗上最tangible 像我們每一次講的我剛剛講的每一件事情 說良心話我每次在談知識的分類 知識的架構的時候知識的系統 上到亞里斯多德我是最爽快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訴大家 我講的每一句話在經驗中都可以察覺它的內容 同學們為什麼會問說 我來台大誰給我保證我一定要做個好人 壓力會不會太大 我每一次看到這個hypocrates的這個vow 你們知道hypocratic vow 就是醫學院的學生都要take 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要做醫生的道德思想 我說句良心話 我敢打包票 唸那段話的醫生 每一個醫學院大醫的學生 每個百分之七八十心中都在發笑 笑就是這個發穴 就是覺得實在是好笑 這種洗腦式的這種道德教育 到底跟我要不要在我的practice上做一個好醫生 沒有必然的關係 他只能夠告訴我說我要注意這件事情 但這件事情我老早就注意了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覺喔 這裡面牽涉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觀念 好 最後理論的知識分為自然科學 自然對象可以分別與變化 所以請大家注意 這個自然科學的部分講的就是科學 所以我們科學 當初日本人把science譯成科學 主要是強調他分科的科 科舉的科 科別 學當然它是一種learning 我們後來把科學當成 我們後來把科學當成一種真理 一種高貴的知識 觀念是錯誤的 人生中每一個學科都可以做科學 科學本身還有科學 什麼樣的學科都可以變成科學 你要懂得這個道理就沒有不能做的科學 這個很多人不懂很多人以為說科學就是專業 沒有學過這個專業就不能夠講這門學問 你讀過亞里斯多德你根本就不會被這個欺騙 所以也基於這個緣故 另外數學它是對象不可以分別也不變化是固定的 這個我們都知道講過很多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是神學 神學講什麼呢 是對象可以分別但是不變化 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有一種對象 這個神學講對象是集體是一切死的成為可能 也就是情上學裡面的上帝哲學的概念 他跟我們不同 他的對象不一樣 但是怎麼樣呢 他的不變化他是固定的 所以科學是變化的 神學是對象不一樣但是也還是不變化的 科學變化 然後數學是都不會變的 這個就是 好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繼續上課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亞里斯多德細部的系統 我之所以刻意的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把亞里斯多德思想做了一個整體的介紹 那麼我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亞里斯多德的系統是非常全面 而且在經驗上是很適當的 這個empirical adequacy 這些都是現在科學中 現在科學哲學中很重要的概念 我只是把它做了一個橫向的延伸 涉及到我們為什麼要受教育 還有我們受了什麼教育 什麼樣的教育會有用 我覺得剛剛有同學問我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如果我們受了教育我又不喜歡他 那我又做了優等生做了一輩子 那我能夠做優等生我不喜歡讓我變成優等生的教育 這不是很矛盾嗎 我說要學一下 讀了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以後 我最大的收穫是從此以後我發覺 人跟人之間都一樣要以世界為自己的著眼的目標 而不是只有這個島或這個國家 甚至於也不只有大陸 因為這個經驗的內容是舉世皆然 這個是本身哲學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長 所以我本身來講我喜歡讀國外的消息 我喜歡涉足到不同的領域 我甚至於告訴大家 讀了亞里斯多德的這個經驗哲學以後 我心裡非常確定 只要是在經驗中適當的 誰都可以當專家 你只要能夠建構一套想法跟知識觀念 這是為什麼我敢涉足到財經界裡頭 雖然財經界的人是不喜歡 我這樣的涉足 因為我這樣涉足代表他們其實並不是專業 但是哲學本身是建構知識的一個重要的起點 請大家注意知識都是可以建構的 沒有什麼人說因為你沒有學 所以你不知道 Nonsense 只有一點 因為我沒有學這種數學上的推理能力 這個不用學的 你讀過柏拉圖你已經知道 因為我沒有這個推理能力 所以我不知道quantum mechanics的 equations formulations, models, calculus 這些我不知道 但除此之外任何人聽懂的語言都是什麼 什麼叫聽得懂就是在經驗上要有tangibility 只要在經驗上能夠被聽懂的 沒有什麼東西是很複雜的 我舉個例子 上一次我在電視講到game theory的時候 大家說那個方程式很複雜 一般人看不懂 我說game theory的起源就是十個男生十個女生在一起 挑配偶的過程 有什麼好看不懂的 你要用方程式把它表現得很不懂 你可以得獎 但並不是而代表一般人要看到方程式 就要有經驗的感覺 我們看到方程式是沒有empirical tangibility的 有的人真是怪物 就是包含計算的人本身都沒有 所以你看到一般來講數學好的人 他根本沒辦法說數學在幹嘛 我們在上布拉圖課的時候都已經講過了 我就是因為吃定了數學好的人這一點 所以我才敢大聲 我真的就是這樣子吃定了 因為我數學是不好的人 不曉得這個觀念傳到全世界去以後會有什麼效果 懂嗎 所以很多人講說哎你們職業系的學生 因為數學不好所以什麼的 我說你剛好錯了 重要的是要講話讓人聽得懂啊 為什麼我們講話一開口就是抽象複雜 事情講得很混亂 然後呢用方程式人的話高貴了不起得大獎 為什麼 完全沒有道理啊 你可以說為什麼嗎 一個真正有效的知識是應該讓人聽得懂的 還是讓人聽不懂的 你覺得是應該哪一種 當然是聽得懂的啊對不對 問這個問題都是有點羞辱自己的耳朵 你知道嗎 所以亞里斯多德掌握到這個重點 沒有數學 只有你聽懂聽不懂 為什麼這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你聽懂聽不懂的話 在經驗中有沒有體會到他的內容嘛 好 我們現在開始解釋一下亞里斯多德政治 就是分這七個部分 我把生物學的部分拿掉了 邏輯語言 請大家注意亞里斯多德基本上跟他的前人沒有什麼太大不同 都是從語言出發 語言表徵了這個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中的內容跟我們的經驗相關 從這裡出發 所以但是亞里斯多德他整個建構系統的過程 非常非常詳細 以至於你幾乎不是接受他就是脫離他 邏輯語言 物理學對變化的解釋 心理學對於身體與靈魂的解釋 生物學中對於潛能與實現的解釋 形象學中對於實體 ウsia substance的解釋 倫理學中對於實踐智慧的討論 Furnessis上個禮拜一 上上個禮拜一 這個陳隆華老師特別針對Furnessis 就是實踐智慧 他是用Gardemar的討論 政治學中對於政治組織的分類 這個完完整整的呈現 是我們這個學期剩下來要處理的事情 就亞里斯多德系統 我必須坦白講 你們非常幸運啊 因為你在這邊聽的也不用讀 早餐也吃了 可以選擇性的來上課 然後就聽到一個很具體的呈現 因為我們本身來講 努力的成果很落魄 同學不喜歡 社會不接受 回到家裡太太也不欣賞 所以一生就非常寂寞了 但是呢我樂此不疲 我為什麼 我是喜歡entertaining myself的人 我盡量找機會 參與各式各樣的活動 像我這個昨天 跑到這個總圖去看了那個 climate的那個畫展 我一進去就大肆批判 都是複製品 那旁邊的人講說 拜託一付幾千萬美金的貨 怎麼可能會贈品啊 我想也有道理 結果看完以後我就跟人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這個climate畫 我最喜歡啊 我也拿當時的情況 我非常 那他很驚訝 為什麼呢 然後這個像他就說你怎麼對這個 這個環境啊背景啊這麼熟悉 那當然我講了一下我的看法感覺 我很高興為什麼 當我能夠把我講的東西 讓別人聽得懂的時候 empirically tangible 我很高興 為什麼 你講的東西讓人家聽得懂 而不是 而且我本身的話呢 基於我一個興趣多元的立場 明天早上我們學校的歐盟中心 終於發現我是人才了 請我去跟他們這個討論歐洲的問題 我都在電視講了 我還跟他們討論什麼東西 但是呢我很高興 為什麼 我一定會講說讓人家聽得懂的東西 這種就是受到亞里斯多德系統精神的影響 不必以自己專業為限 更不必以所謂的這種哲學啊的專業啊 或是出版為限 而是哲學就應該包含了所有中經驗 可以掌握到的內容 tangible 同學們如果說在聽的時候有不理解的地方 就可以盡量舉手發文 因為我講的層面是應用了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放到一個比較一般性的脈絡當中 讓大家能夠體會的一個內容 好 我們要看邏輯語言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語言 這是一個我們目前為止 基本上還在掌握的部分 他是他包含了四個主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強調denomination 就是說我們指這個東西 我們說椅子 像我講椅子然後我下課的時候 跟另外一個同學 比如說我跟我的助教 康助教或者楊助教講說 我上課舉椅子的時候 你們就不會過來幫忙一下嗎 他們聽得懂講說 他不會聽人說我在抬康助教的時候 楊助教你不會一起抬嗎 因為他聽到椅子他知道是這個 他說老師你不是已經放到桌子上了 那你何必要我們再開呢 那我說也對 我就是喜歡把你們當人用這樣子 那就不要你們抬椅子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為什麼聽得懂這個字 這個字為什麼有止射的功能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邏輯上第一個 就說整個世界都是我們 就像是這個我們說這個 聖經的話 Be there light then there is a light 神一指這個東西發亮了就叫光 就是我們Nominate 比如說你看這件桃紅色的外套多好看啊 然後這兩個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紅色的背包多好看啊 紅色我不講 我講說那天那個同學穿了一件桃紅色的衣服 那假如一個人他不知道什麼叫桃紅色 他以為是那個暗紅色的 那我就講他那不是桃紅色那是暗紅色 這個是紅色然後這個是黑色 這個有顏色的這是白色那都要講啊 所以呢這個紫色 然後另外一層什麼問題 就是如果有紫色以後呢 你就可以說這個東西 比如說這個同學啊是我見過最好的同學 聽得很高興 那對不起這個同學啊不是我見過最好的同學 馬上難過了 為什麼會突然前面一句話高興後面一句話難過呢 說這個同學啊是我見過精神最好的同學 然後這個同學啊他是我見過啊 對什麼事情都很嚴肅的人 每一件事情你聽了之後就講 比如說你啊就是這麼一個好孩子 很高興 找到一個 那個政大副作品沒來算了 他 他就是這麼一個調皮蛋 外表看起來很文靜 就是說我為什麼用這個字組成的句 subject and practice 就是說有一個主詞 像你們學過邏輯都知道啊對不對 後面一個話就經過一個copula 就是一個必動詞來形容 這句話話為什麼具有話時代的改變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世界光有字不足以形成任何詞質的內容 要透過一個必動詞說它是什麼它不是什麼 所以請同學注意啊 其實英文不難學 但是我固然啊我學了三十多年啊 我費了很大功夫 我沒有在美國讀書 但是我在學英文過程的時候 因為我是先學了非英文的語言 所以我注意到所有的拼音系統 它都有一個重要關鍵就是動詞 動詞尤其是必動詞 為什麼 因為這個必動詞一出來 讓它所有的sentence變成一個判斷 而且你不可能 這是文法最重要的規則 就是s加p中間有個小c 這個人啊是什麼什麼人 你這個人啊就不是什麼什麼 都是有必動詞的概念 所以句子是做判斷 所以字指出來這個東西的狀態是一個general term 是一個general term 可是一句話可以講說這個人 你就突然所有的焦點用一句話表示他的立場 所以亞里斯多注意到這個 然後句子成立了以後 他就說三個句子在一起 是構成一個判斷的依據 為什麼呢 他叫silogeson 三段論證 為什麼三個句子在一起呢 因為有一句話 它是一個general statement general statement是約定俗成的 比如說所有人都會死 很抱歉 我們想來想去 介紹亞里斯多的邏輯的時候 永遠只有這句話 又符合約定俗成 又聽起來像絕對真理 其他都找不到 有一個人上次我聽到一個例子 覺得很遜 他說所有的漂亮的女生都還說謊 我說這一聽完馬上被人家打一個巴掌 一點道理都沒有 他講說是這個 哲學系大師學生一定要修專題研究 我說這個是完全約定俗成 隨時課程可以改 但所有人都會死 是一個好例子 然後呢 若宇正是人 所以若宇正會死 這個是他典型的三段論證 所以他三段論證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三段論證的目的是要告訴我們推理的方式 就是說你先在約定俗成下 找出一個很general statement 然後稱之為大前提 然後再舉出某一個人案例是小前提 事實上你的結論已經被大前提包含了 所以三段論證是其實什麼都沒有講 可是什麼呢 可是他的重點是他一開始 就是我前一堂課講的 那個約定俗成的概念是決定了一切事物被確證的基礎 我們到今天為止都是這樣子 只是說每個人的視野大小不同而已 像我們說天下分久必合二合久必分 那我們現在的局面是天下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的局面是分久必合二合久必分 那誰跟你講天下分久必合二合久不分呢 羅冠宗講的 羅冠宗在三民主義 三國主義 三國演義一開始講的 故意的 故意的製造笑點 他一開始講的 所以大家也就知道 這個是一句約定俗成的話 所以任何的一句general statement 都是約定俗成的 OK 好 非常好 好 那現在呢 最後 他的邏輯跟語言呢 最後的應用就是要解釋什麼叫做科學哲學 解釋什麼呢 他就講說科學知識如何為真 為什麼科學知識要如何為真呢 因為科學知識有這個義務 要找出為真的條件以及為真的情況 科學知識有義務要做出真的知識的訴求 要做出這個訴求 也因為這個緣故 他說我們遇到現象的時候 我們會問why 為什麼每一次烏雲密布的時候 都總是即將下雨的日子 今天是一個烏雲密布的日子 所以今天是一個要下雨的日子 這一句話你可以講 凡是烏雲密布的時候 就是水氣增加的時候 水氣增加的時候 就是會累積 小水株會累積成大水株 大水株會按照重力的原理落下來 這個落下的結果就叫做下雨 科學就是用三段論證的方式 一直不斷的倒推寫過去 所以我們說明 現象跟現象之間的關係可以被解釋 提供了解釋的方式 如果符合了我們約定俗成的要求 這個就是科學知識 所以亞里斯多德在他的邏輯當中的前四個部分 做的就是這個 他這個是他的有名的著作叫Organo 那種工具 他的工具當中前四個部分講的就是這個 請大家注意 這一聽 這一聽 我如果是你們 我如果是你們一聽眼睛都會亮起來 我們根本沒有人知道說 這個原來就是科學的起源 科學的起源就是哲學史亞里斯多德的定義啊 到今天沒變啊 God damn it 到今天沒變 所以什麼呢 為什麼眼睛會亮起來呢 因為大家就會發覺說 原來有關於科學的基本立場的定調 是在亞里斯多德的時代就已經決定了 然後這個定調的內容的話呢 讓我們知道 我們所謂的科學 所謂追求科學的方式的基本的架構 是按照亞里斯多德從一開始第一步 一步一步建前 這個整個書的四項內容 他稱之為Posterior Analytica 就是他有四個題目 就是從他的Organo當中 工具書裡面前四個部分 Prior Analytica Post Analytica 前分析 後分析 有這個部分建成的 亞里斯多德對於後代有關於科學的定義的影響之深 到第二位重要的科學方法論作者 就是英國人的法蘭西斯培根 培根為了紀念亞里斯多德 稱他自己劃時代的建築物的劃時代的著作 叫做新工具Nova Organon 裡面的含義就是說 他只有在Organo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推展 而這個進一步的推展講起來 只是沒有承認這些是實在論的一部分 而只是說經驗的本質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所以在這種問題上來講 我們就知道說 亞里斯多德的科學哲學的觀點 一下子跨越了將近兩千年到達十七世紀 因為培根的書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的東西就是工具裡面的內容 Organo 追求知識就是展現經驗確定性的過程 講過了 經驗確定性的過程 然後 絕對基礎的觀念是 過於極端的想法 為什麼 如果你要追求確定性 這是一個過於極端的想法 我其實這句話我應該用紅字把它勾起來的 為什麼 現在好 我稍微談一下這個重點 我們呢 因為沒有發明科學 我們呢 因為沒有接受這個發明科學方法論的傳統 我們呢 因為一接觸科學啊 就是被科學所應用的科技打得亂七八糟 來不及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啊 我們突然就冒出一種啊 科技救國 科技萬能 甚至於啊 科技萬歲的心理 這個科技救國 科技萬能 科技萬歲的心理啊 出現了兩種極端 一種是啊 往前再推一步 達到歐美先進國家的生活水準 另外一種啊 是反撲歸真 回到陶淵明的採局東理下 從我們的科技政策 就看出這個問題來了 我們科技政策啊 在引用核能的時候啊 一派人士啊 是核能廠啊 不蓋則宜 要蓋就蓋個大的 叫做核四 另外一派人士啊 講啊 這個家園啊 不維持則宜 一維持就要回到田園景觀 現在都是 近一期最好全部拆掉 改成像仁溫大樓那塊地一樣 莊上花最好 兩種極端的觀念 為什麼出現這種極端呢 就是一派人認為科學萬能 另外一派人認為科學不萬能 所以這個只有yes跟no的答案啊 就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社會 因為我們是沒有發明科學 因為我們被科技打垮 因為我們相信科技萬能 所以這些諸多的原因導致我們現在 大家對科學到底達到什麼效果 有一種戲劇化的誇張啊 全體中國世界包含大陸在內啊 都有戲劇化的誇張啊 而實際上的話 亞里斯多德的基本觀念是說 對於經驗確定性追求絕對基礎的觀念 是過於極端的想法 誰都知道 我們上哲學史到現在 蘇格拉底也好 柏拉圖也好 都說是人就不會有絕對真實的知識 因為你沒有辦法離開知識的本質去證實它 你沒有辦法離開獲得知識的過程去證實它 所以你不會有那種絕對真實 你沒有一個基礎來證實你的知識 所以你不會有絕對真實的知識 因此我們對於很多問題都要採取 約定俗成的態度 到了哪個階段又有哪種方法 就像孔子講的孔子勝者實之也 勝者實者也 這觀念一樣 你這是隨著不同的時間 要有不同的看法 這才是重點 很多人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社會科學 就會一昧的要求 你做出來的數據你要負責任 你說誰會當選 結果沒有當選 你要這個 其實弄得 大家在這科學方法的討論上 社會學的越多的人感覺越愚蠢 整個知識的功能呢 失去了應該有的依據的立場 那麽約定的知識基礎是足夠的 也是唯一的 爲什麽 因爲世界的秩序 是給定的 致命的與不變的 這是亞里斯多德很重要的觀念 就說 我們約定俗成的立場是 我跟大家講 所謂真理的定義 不是一個絕對真實 而是這個人一生認為這個是真的 然後沒有碰到過任何反對的意見 這件事對他來講就是真的 他死的時候他認為這就是真的 這就是 其實傳統基本上也就是這個定義 亞里斯多德是這樣的一個觀念 所以是世界的知識 是給定的致命的與不變的 那麽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系統 歷盡於結合觀察跟理解 Observ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他們的結合 正成從自然透過觀察作歸納出來的 普遍原則 歸納 觀察 兩個應用 比如說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只要是台大的學生 都是用功的學生 我碰到假生 檢查學生證 果然台大學生 又很用功 在圖書館碰到 碰到乙生 檢查學生證 台大學生 又很用功 又在圖書館碰到 所以我就提出說法說 只要是台大學生 Therefore I conclude 我調查了一千四百個人 我有沒有可能出錯 非常有可能出錯 為什麼 因為你都在圖書館調查 圖書館讀 圖書館的學生當中 圖書館一共一千八百個人 四百個人是街上遊民 順便到台大圖書館來讀書 剩下一千四百個人 你調查完都是用功的學生 有沒有可能出錯 有有可能出錯的話 會不會這個論述 出錯是不是嚴重 不嚴重啊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能夠知道他錯的原因 你就更高級可以修改就好啦 因為在全校園調查以後 發覺哎呦 在小福吃飯的 也後來發覺說 台大學生但是不用功的 是從來不來學校的 那你做家庭訪問 一查完以後在家裡 突然碎眼心鬆 已經三個月沒去學校了 連退學通知單 都已經收到兩次了 基本上已經不算學生了 就找學生了 那就說哎 那這句話就有問題了 那就修 再改一下條件 凡事呢 還來上學的台大學生 都是用功的學生 這又可以了 本來就是說在經驗的內容中 一直不斷的修改 這是一個科學的起點 我必須跟大家強調一下 亞里斯多德的這個理念啊 各方面啊 他有他的與時俱進的能力 包含啊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句話啊 因為我要利用這個 這個置物性行銷的時間啊 講一個我不太滿意的事情啊 就是這個 前一陣子很有名 我問一下在座有人聽過 Michael Sandell的那個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這個事情的舉手 知道人盡量舉手 就是Michael Sandell在哈佛大學那個課 大部分同學 其他人都沒有 其他人有人沒有聽過嗎 都聽過 好 沈莉你聽過嗎 聽過 好 你們都聽過對不對 這個人要來了 商代要來了 你看過他的書嗎 聽過他的影片嗎 他講的是倫理學嘛 他最後的答案是亞里斯多德的答案 對不對 社群主義的答案 文化部邀請他來 文化部的官員居然啊 沒有邀請任何哲學家 沒有邀請台大哲學系系主任 沒有邀請台大哲學系中為國最賣力的靈活望教授 居然啊 開放全國阿果阿貓一起來登記 半個小時內秒殺 認為是成功的公關 結果一個位置都沒有 我跟他打電話去要個票 不為我要啊 為我剛剛講的重要人士要啊 沒有票 我跟他很激動講說 這個是Michael Sandell 這個不是Michael Jackson啊 沒反應 後來我留下我電話碼 回我電話講說 因為人數太多 只好呢 在外面架電視牆要我去看電視 我發神經啦 我 我說 這個 就是一個很嚴重問題 公務人員素質若子 你辦一個活動也不知道你活動的implication 你阻絕了我們台大哲學系的人 這個殺傷力不亞於第二次台大哲學系事件 對不對 你從香港來做個評斷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你要有這個sensitivity嘛對不對 因為裡面我跟你講 Sandell那本書裡頭講的 他說按照亞里斯多德理論 請大家注意 亞里斯多德理論是最強調經驗上的tangibility 對不對 我們最後才會講政治學 不過它裡面的答案是這樣子 他說全國最好的小提琴 或是全世界最好的小提琴 應該誰來拉 他的答案是什麼 你讀過他的答案是誰來拉 我會兩種a跟b a 大家輪流拉拉到爛為止 2 b 讓最會拉小提琴的來拉 是a還是b 對啊 對不對 那拉到爛為止的話呢 那這件事情的話呢 Sandell的演講 是應該全國用秒殺式的網路登記 還是讓最能夠跟他溝通的人 我在文官學院負責導讀這本書 居然沒有機會去跟他面對面溝通 其實我自己也一直以Sandell的這個 靈魂附體自取 從來就不在乎有沒有見到的本尊 但是因為有學生跟我主動要求 所以我才滿生氣的講說 你都沒有讀過裡面的書 然後你剛好違反了那個書的原則 你把這個人請來當偶像 所以我說他不是Michael Jackson 而且花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所以你說這個國家還有沒有前途 你終於配合得很好 你感覺出來這問題嚴重吧 你看他還滿貴 像你我如果要到票的話 我一定帶你去 看樣子看電視 你自己去看就行了 對不對 這個搞成Rock and Roll Star 看電視 對不對 這個要錄下來 要仔細一下 不要給我剪掉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個亞里斯座的邏輯系統 我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你就了解 讀哲學要活用嘛 你知道要活用 所以你剛剛一聽 像我剛剛講說A還B 他講說他答案是什麼 他答案不是B 他是B啊 廢話還要問我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經驗上這麼明確 這B啊那個啊才算重點啊 對不對 如果B那是呆瓜的回答 就是說A跟B 如果只學A跟B AAA還是B 笨蛋 因為小提琴上大家一起來拉 這個文化大革命才會拉爛的 對不對 因為當然最會拉的人來拉嘛 對不對 這個本來就叫Virtual Ethics 對不對 這是他這個德性倫理學講的關鍵嘛 這種東西 國家 不曉得什麼習慣 到你長大以後看看能不能 因為我講的是一個忠實關鍵 因為我負責替國家文官學院導讀這本書 還被文化部邀請過 還好我拒絕了 以後我永遠會拒絕 我現在準備喔 號召一批學生喔 準備也要到文化部前面去抗議示威 要學 要感受一下那種痛快 就叫出來 踹共 踹共 要叫文龍一臺踹共 這樣子 好 好 欸 那我們繼續來討論這裡面的問題 好 那麼以來說邏輯系統建立在如下六點 經驗論實在論我們剛剛講過了 大家已經知道了 思想跟語言 我說過Language and the Thinking 演繹法Deduction 科學知識展示Demonstration 然後基礎論 這個基礎論我再強調是約定的基礎論 約定的基礎論其實在知識論當中 都是講不通的 但是如果你要建構知識 這是唯一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哲學家 原來哲學家跟科學家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講給你聽好了 哲學家原來是放風箏的人 科學家是那個風箏 放放放然後他會講話 他說主人啊主人啊 我已經飛得很高啦 我們說好啊好啊我放你上去 就是要讓你飛得高啊 他說主人啊主人啊我更高啦 我說好啊好啊你越高越好啊 我們科學的發展是永無止盡啦 他說主人啊你可不可以把線剪斷了 我可以飛得更遠 然後呢我說好啊 如果這樣你覺得值得的話呢 好了我們一剪斷以後哇 飛到哪不知道了 不知道以後呢 他突然回來站在我們旁邊 他也在放風箏了 他自己放了好幾次 他那個多元風箏 就飛得滿天高 他自己在那放 然後我們看不懂 他說你看不懂 是因為我的風箏是用數學的線寫的 然後呢經驗的內容全沒啦 經驗的內容全沒了 所以我們哲學家突然抓了一個空 空把子 人家搞不清楚你是做紡織的 還是做是修衣服的 就是人家說你線怎麼掉在地上來說 風箏飛了 人家是誰知道呢 你只知道你地上有線 你不是講經驗嗎 我們只看到經驗內容 你知道地上有線 不知道你有風箏飛掉了 我們說真的真的真的 那科學的風箏是我放的 沒人理你 為什麼呢 因為旁邊一個巨人拿了很大的 哇 遙控器 在那邊放風箏 就是這個比喻 這意思說什麼呢 就是說科學一出去以後啊 他用了一些很fancy的手法 他忘了 一開始放風箏的時候有一條線 跟經驗中連的 就是你之所以會成立 是有這個約定的這條線 他一旦沒有科學自己亂飛一通 變成了龐然巨物站在我們旁邊 我們叫Frankenstein 就是一種科學製造出來的人 他像人但就不是人的東西 科學就是這樣讀 所以他站在我們旁邊 忘了哲學講 遺妻母親啊 或是父親啊 不知道 沒有性別的差別 但是呢自己呢洋洋自得 其實他忘了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科學的本質跟哲學一樣 都是約定俗成的 都是約定俗成的 所以瞭解這種情況下呢 他的基礎啊 這個基礎是約定的 那麼對於亞里斯多德而言 理性探究的目標就是從我們所知道的 進步成為自然所知的 就說 the general aim of rational inquiry according to Astrolis to advance from what is better known to us to what is better known by nature 所以to us是很簡單的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們有嗅覺、味覺、視覺、聽覺跟觸覺 我們都能夠觀察到這裡面的一切 我們都看得到 better known to us to better known by nature 這就不一樣了 就說你憑什麼說 你憑什麼說 that's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nature as such 你憑什麼說 你憑什麼說 同學了解我現在問題嗎 了解我講的問題嗎 就是說像你現在你有很多感覺 我看起來你就是一個滿會思考的女孩 你想法很多 你有很多感覺 但是你認為說 你認為 比如說你現在感覺到 舉例子來講 你認為某件事情是最迫切的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件事情真的就是最迫切的 那就很難回答了對不對 你每個人你心裡就感覺到有很迫切的事情 我剛剛跟你的心思已經見趨一致 但是我們都認為公務員改革是很重要的對不對 你看又點頭了 我也點頭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這是真的很重要的 國家搞不好有更重要的事情是再用 再用兩倍的公務員來取代這批沒有用的公務員 搞不好有人是這樣想 有些人想法 那你不能夠說他不對 但是我現在講說 如何把knowing to us變成knowing by nature 這個是所有的rational inquiry做的事情 答案是做不到 但是我們必須盡量做對不對 否則我們沒有知識可能 所以知識本身不可能是柏拉圖的觀念 這樣大家可以了解嗎 大家可以了解嗎 好 所以為了達到的目標前提是兩點 首先我們應用的命題 應當是經過理解而為真的命題 比如說我們有前提嘛 這個最好的 數學knowing by understanding 數學的真理不用教啊 你知道教數學的老師在教的時候 a加b括號平方等於a平方加2ab加b平方 用背的用證明的沒有老師講說 這個是真的哦 真的我告訴你它真的是真的哦 你們小心它真的很真哦 沒有數學老師教說推理的結果是真的 沒有人講這個問題 為什麼 大家就是叫了然於兇啊 你說他不一定真就表示你還不清楚啊 沒有人講說推理的結果 教數學老師沒有人講說答案可能是3 可能是4 那個題目就是出得很爛啊 對不對 那是把搞到政治學去了 一般正常來講就是非常明確才叫數學啊 沒有人講說不一定或者不知道 年輕人啊很流行回答啊 最可愛的就是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還有啊更可怕的叫嗯 嗯 聽起來很像是河馬在叫一樣嗯 所以因為我有小孩嘛 他們答案就是嗯 嗯那我說嗯是yes還是no嗯 那個嗯是什麼意思知道嗎 不要再問了 我快生氣了 我說可是我還是聽不懂嗯 哇 已經生氣了 所以這個變成動物了 第二種 我們有經由歸納而得到的普遍原則 以正常我們暴食為真的 例如說所有人都會死 這個叫什麼呢 knowing by justifying 就是說 你到目前為止沒有看過哪一個人不會死的 萬一有一天真的碰到一個人不會死 那我們只好認了 但是啊 那另外的話呢 knowing by convention 人是唯一擁有語言的動物 knowing by convention conventional 所以convention就是約定俗成的意思 所以呢 這是一個融貫的系統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觀念呢 就是說 我們掌握知識的了解 在開始面對世界我們就有三種 數學是一種 justification是一種 約定俗成是一種 風俗習慣 傳統文化 這是約定俗成的 一般來講的話呢 屢勢不爽 道德的很多原則 這個人非聖賢俗能無過 擺善效為先 這個是by justification 數學的理解 這個根號二 跟一的關係是不可共量的 這個是by understanding 這我們確實在知識的分類上有這些 這融貫的 好 現在經驗論 第一個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把這個觀念提出來讓大家想 請問在座的同學 知道什麼叫做現象的舉手 phenomenon 複數phenomenon 知道的舉手 知道的舉手 一個人知道 不知道的舉手 兩個人不知道 剩下人是 再問一遍 剩下人是 不知道我在問什麼的舉手 也沒有人舉手 那這三個問題之後呢 說今天早上從9點鐘開始 我都不知道我在幹嘛的舉手 有沒有這種人 我沒有用麥克風耶 為了要跟大家貼近距離耶 昨天我跟我太太抱怨說 我教書教的沒有成就感 我這麼會教書的人 結果我太太講說 麥克風讓學生產生疏離的感覺 你要取消使用麥克風 結果我用了 效果一樣 I am disappointed I wish I could have another method Anyway 現象 你是唯一知道的 你有沒有構成很大的壓力 你 好 你說一下什麼是現象 如果我看到的感覺 還有我內心的感受 可以直接被我獲得 我覺得這是我看到的現象 你內心的感覺跟你看到的 知覺還是直覺 知還是直 二聲還是一聲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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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知覺也是知 是知還是知 因為那個知味的知就更遙遠了 好 沒關係 這中文很複雜 這個我們用這個 大家記住這個例子以後欺負老外就對了 你講的是知覺 好 但是你講的是看到的跟心裡的都可以叫做現象嗎 他們本質不太一樣喔 本質不太一樣喔 對不對 都可以叫做現象嗎 你覺得呢 他這樣子一講你 因為你們都根本都沒有舉手 也不知道 知道也不知道不知道 對不對 像你就是 你看你一臉聰明一樣 結果你沒有舉手 他講 你認不認同他講的 有 有一點點出乎 我認為的 好 你說 我覺得現象要為能呈現出來的才能叫現象 所以內心的感覺 如果沒有呈現在外在的話 不能稱之為現象 可是有一種內心感覺是普遍的現象 我比如說 講公一度是民族救星 現在變成民族敗類 是變成未來的救星 完了 可是這是因為你有 例如說 你有始劇去證明這件事情或怎樣 如果你當然只是一個內心的想法 然後你也沒有 就是不行於是或不行怎樣的話 你也單純只是想法 別人也不知道你在想這件事情 如何 如何普遍成為一個現象 好 所以 他的問題 猜是說內心的部分 沒有辦法讓別人知道 你還是可以修正啊 我看到的 跟我內心感受到的 你可以辦法怎麼修正呢 如果我能夠把他表達出來 這個就也可以稱為現象嘛 比如說 a statement a sentence a description 對不對 I don't cry 對不對 所以非常好 這個討論非常好 我為什麼 因為現象啊 是個很特殊的字 是個希臘字 Phenomenon 這個就是在表面上 things known to us in a particular area are the relevant appearances 就是說 他這個現象 基本上有本質上是一個表現 是一個表現 我們心中 能夠看到一些 我們個人有認知的現象 表面上 比如說我一眼看過去 我說一句良心話 我每禮拜三上午在這邊上課 我其實很喜歡這個禮拜三上課的氛圍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的 因為我們這個教室不大 氣氛算融洽 然後我的問題出來 大家夠attentive 以前的話在那個階梯教室 大家睡得亂七八糟 弄得我也很困 所以這個情況不一樣 大家做得像少林寺的板凳一樣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 感覺上很好 但是這個表現 同學們到底困不困我怎麼知道 但是這個apparently speaking I look so all students are very diligent 那這是好的 所以呢 現象呢 它是一個表面的 跟實質東西無關 從這個現象的理解 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傳統 這個第一個概念就搞錯 很多人把現象當成實在啊 我有一次 我講一個例子 就在家選舉前 台灣每次遇到選舉都非常激烈 打電話一個人問我 哎先生 總統大選快到了 可不可以跟你調查幾件事 我那時候講說 剛好那天上午我閒著沒事 寫不出東西來 好啊你要幹嘛 先生請問你 你是什麼族群 我就說原住民 他說哎 先生啊不要鬧了啦 口齒這麼清晰 說起話來有條有理 教育程度很高 我說啊 你這個 你調查你管我 你只要負責你的表象 你打勾就對了 我就是原住民 我也可以改變 我就是原住民的啦 好了 然後呢教育程度呢 教育程度小學畢業 他說哎呦拜託 這樣子調查不下去啊 我說你打電話 就知道我大學畢業啊 他說我看你起碼有讀研究所吧 我說我就是小學畢業 你不會按摩 他說啊後面這句聽起來很像 好啦 然後呢那你要投誰呢 台聯 他還這個他還有意見呢 哎呦你這樣子人畫的文森區 這樣子比例不可能啊什麼的 我說你都知道答案了 你在調查什麼東西啊 好 我舉這個例子是告訴他說 負責調查人 是把上面最上一層油給刮起來 那就是表象不負責真假 表象只永遠是表象 問卷調查是表象中的表象 他居然還自己擅作判斷 你想想看我如果不是靈壓力矢 就被他搞成博士 外省人 然後投這個馬英九 那還得了對不對 對我畢生最大的羞辱 因爲什麼呢 因爲你從 你怎麼可以從表面上來做判斷呢 表面上就不足以做判斷 表面上為什麼不足以做判斷 他表面上會出錯啊 問題來了 這表面以外你還有什麼 剩下的所謂畫虎畫坯 難畫骨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所以現象這個問題是所有知識建構 一開始的第一步 也是最難的一步啊 我們現在社會科學最大的問題是 很多人拿著現象就當真理了 這一下搞不得了了 用現象表面的東西 很多經濟學家做出來的研究 為什麼我們國家院士教授博士 然後台大教授都進去了 結果經濟搞這麼爛 這個不適合在課堂中評論 先下課 等一下繼續評論 好 好 雅艾斯多德認為 所謂收集經驗資料 然後呈現現象的過程就是研究工作 所以說這個 Collections of Empirical Data Richard's Inquiry Inquiry 這是Historia Historia 好 研究從單一觀察開始 由歸納法的應用得到普遍法則 直到我們確定經驗內容為何 歸納法的應用 這個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呢 因為人天生就是個歸納的動物 你從香港到台灣來第一次知道哲學系在哪 介紹台大哲學系先跑到台大 失望看到一片 綠意盎然的花園 然後再問說 這個地方上面地圖 對不起你忘了update你的App 他已經移到了那個 不過沒有關係 你跟著腳踏車走你就走到了 我們在水源校區 唯一的好處是腳踏車可以亂停 然後 反正你一丟以後他自然幫你調回來 我就幹過這種事情 我後來就這樣說 我腳踏車 哎呀老師不好意思 我說不要不好意思 你下次的話 幫我順便打打氣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就是 你第二次你就不用再問了 為什麼 你已經歸納了 你說不可能不見 我告訴你 我們永遠不要告訴你 我們什麼時候搬回這間大樓 你將來從香港再回來找稀有的時候 突然想 這個又不見了 歸納法不一定有效 因為房子都可能不見 所以呢 這個就是by means of generalization through induction from these particular cases until we reach experience emperia 所以這裡頭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到的現象 你個人的感覺 認知到表面上看到的一次兩次 那他剛剛講得很好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我看到的 你感覺到的不一定我感覺到 那我們就講嘛 我講出來說我看到的 看到的前面天空飄滿了人 底下有坐滿了學生 那你說老師 我們可不可以把天空的飄的刪除掉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看到 別人看不到 我說我陰陽眼 我把陰眼蓋住 陽眼啊沒有人了 好 那這樣大家慢慢講說 我們教室就做了一群人 那窗子一打開 我看他們又飄進來了 又飄出去了 不用害怕 為什麼 因為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它對你不會影響 我們九二九的經驗中 慢慢慢慢 一致了 一致什麼呢 慢慢的經驗中 就是說這個emperia emperia的意思就是說experience 經驗中內容是一個很嚴肅的字 表象久了 溝通了固定了 我們說經驗 就根據我的經驗 根據我的經驗 沒有人走著走著就飛起來了 或是根據我的經驗 沒有一個人走著走著的話呢 就不見了 根據我的經驗 沒有一個人 看著看著的話呢就變老了 都不會發生的 這些事情呢 都是我個人主觀 跟長期大家溝通的結果 所以講出來有道理 所以我說 根據我的經驗 走著走著這個人不見了 那只有在那個man in black mib裡面才會發生的事情 一般正常不會出現的事情 或者講著講著講著這個人突然變老了 一夜擠白了頭髮 這都是故事本身看不到的 都是慢慢慢慢的發展 這個有可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經驗時我們知道自然所包含的原則 這個就是觀念 而原則不斷受到經驗的檢驗 這個是個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要從事知識的探討 我們一定要找出如何 knowledge known to us 變成knowledge known by nature 就是說你要假設 普遍的經驗 這個經驗越普遍 就我剛剛講的那幾種情況 沒有人走著走著飛起來的 然後沒有人走著走著的話就不見了 沒有人聊天聊著聊著變成老人的 如果都沒有這些knowledge 可以變成experience的原因是因為 它好像反映了自然的一些原則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自然的一部份沒有人知道 假如說有一天 有一天 我們看到有人 其實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有人啊 就是說是這個 替這個某人求情 然後那個皇帝講說 不准 那旁邊求情講說 我啊 可以讓這個 馬飛起來 如果我讓馬飛起來的話 你就不要殺他 明天我就讓馬飛起來 那皇帝說好 好 那我明天什麼 那人家講說 你不可能讓馬飛起來 那你為什麼說這種話 他說你們求情都無效 目的就是讓他晚一點殺 看看明天有什麼變化 所以呢 我呢 第一個我爭取到了一天 這一天搞不好會出現什麼變數 心意會改變啦等等 第二個的話呢 你怎麼知道第二天這個馬真的不會飛起來 說不定他就飛起來了 所以換而言之的話呢 歸納法有限制 歸納法限制並不代表真的 當然飛起來的可能性不大 可是呢 人呢 在運用歸納法的時候呢 得到的經驗啊 通常來講是不斷的受到經驗的檢驗 即使可能性不高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再跟大家強調 科學沒有約定性 不是 科學基本上都是約定俗成的 它沒有確定性 無論是從表象開始 就所謂的現象 到後來經驗的形成 到甚至於原則的歸納都沒有 那麼 這是一個科學方法論 那麼 a person sees what appears from nature phenomena a person's inquiry of this phenomena is composed of a collection of empirical data 這是經驗 empiria the result of this is a very empirical inquiry as experience which is the inductive generalization reach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所以我們整個科學發展的過程就是表象 然後經驗 然後歸納出原則 然後experience because of its generalized characters can be further accumulated to reach principles 達到原則 從經驗達到原則 那麼the scientific inquiry is presumed to be a process of generalizing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with principles which in turn will be tested still by further experiences 所以我們這個過程 科學發展的過程 這個在亞里斯多德時代就講清楚了 從表象 然後到我們的這個經驗 然後到我們歸納的運用 到提出自然的原則 自然的原則進一步接受經驗的檢驗 這個才是重要的歷程 所以我們可以講到說 這裡當中最重要的字是tested 要不斷的被檢驗 不斷的被檢驗 因為一切都是活的有可能改變 那麼phenomenon are empirical observations for two reasons 現象是經驗的 phenomenon demonstrate only the appearance of nature 因為展現了自然的表象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論的立場 像那個John Locke就做的立場 就是說 就說 你們兩個穿衣服顏色不一樣 你們兩個穿衣服顏色不一樣 雖然我不知道顏色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 因為我看得出來你們兩個顏色不一樣 光從這一點我看到了什麼呢 看到了natural的表象 足以讓我說什麼 讓我說at least on the superficial level nature demonstrates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懂嗎 就是說至少自然讓它們不同 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 它是appearance 第二個就是nature can only be explored by observing its empirical data not a phenomenal appearances 就是說我們在自然當中呢 我們在觀察的時候呢 是要以它的經驗中的data為主 而不是表象 表象極有可能出錯 表象極有可能出錯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看到顏色 你忘了你戴了一個藍色的眼鏡 你看到顏色會出現轉變 表象有可能變 但是經驗data是什麼呢 是我們輾轉出來經驗的內容 比較不會出錯 所以就是 inso far nature is concerned the appearances are the only data we believe and assume that they are the beginning of inquiry of any kind 不管怎麼講呢 這個表象或是這個現象 是我們一開始的起點 是我們所僅有的 我們可以透過一起不斷的討論發展 所以進一步得出來它的內容 是這個想法 我跟各位同學強調 科學的基本的內涵就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特別重要呢 因為很多人忘了 這個經驗並不足以給你任何形態的真理 那麼the critical and construct study of this common belief is dialectic 那麼這個是 這個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is dialectic 請大家注意這個 dialectic是辯證的意思 這個是凸顯了蘇格拉底的精神 就是說蘇格拉底是什麼呢 蘇格拉底是說 你講任何一句statement 他就經過反覆的辯證的關係把你搏倒 說你什麼的 說你在邏輯上不一致 然後讓你承認錯誤 然後你會修正以後再提出另外一句說法 那原來的這個論證幫助你做修正 可是呢 亞里斯多德呢把這個整個理念系統化了 他系統化的方式呢就是the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就是說這個批判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辯證 他的目的就是一個批判一個建構 我們弄掉了一個東西 然後我們重新建構的東西 所以我們整個求知的過程 就是不斷的建構一個理論 然後批判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有它實質的效果 然後你批判 你如果成功的批判一個理論 你才有可能進步 所以就構成了所謂的這個辯證關係 那麼Aristote's method is basically Socratic referent to the Socratic such as questioning, arguing and debating in seeking truth 這個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特別提出這個觀點讓大家了解到在什麼意義上 亞里斯多德是蘇格拉底的繼承人 那麼the critical part refers to the part of questioning them in order to seek further possibility of explain of truth constructive part 是Arguing for what might be better considered to be true 就是說是 當然批判跟建構的概念 這個我們都知道啊 一個事物追求進步 在這裡啊 我稍微要強調一個重要的觀念 你們知道嗎 科學的目的是什麼 擁有科學從事科學的目的是什麼 你覺得科學的目的是什麼 科學的目標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一旦獲得了解釋以後 你會不會很高興 理由是什麼 你高興的理由是什麼 你了解這個世界以後你就非常高興對不對 然後就不用再讀書了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了解了 對不對 你覺得對不對 我覺得一定要超越 超越這個世界 要從看起來沒有人好 所以裡面再發展出新的嗎 你覺得這是科學的目標 在沒有發展的情況下 然後找出新的 劉岸花明又一村 是不是 你們兩個之間有沒有差別 你覺得他們兩個之間有沒有差別 差別是什麼 哪一個聽起來意境比較高 你不要那麼直接嘛 不要那麼直接嘛 不好意思呢 不要那麼直接 對好 大家都是好同學 其實科學的目標就是在追求什麼 超越 對不對 那要達到超越的時候的一個前提 就是 要不斷的 要不斷的求進步 你懂嗎 其實你們兩個一樣啦 你只是說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講是有一個層次上的差別 就是 你現在 我要追求超越 得到了 得到超越 你高興了 但是 你的觀念是高興了以後 然後是不是就暫停一下 那他說高興一天就好 第二天繼續超越 這是唯一的差別 就跟選舉一樣的 就是選勝一次要準備下一次準備一樣 那 這要幹什麼呢 這個重點點就是說 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突破現狀 來 沈同學你說說看 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突破現狀 你不知道突破嗎 超越嗎 這是你講的啊 怎麼樣突破 就是走以前沒走過 走以前沒走過的 怪異勝過創意 也不是 在某種情況之下 永遠還是有結婚 好 走一些沒有走過的東西 你呢 有沒有什麼超越的辦法 你趕快準備 優等生你準備一下 你說什麼超越的辦法 港台競賽 好 扣分 來 建宗隊 你說看有什麼方法超越 可以解釋更多東西 可以解釋各種東西 可以解釋更多的東西 增加一些經驗的資料 就叫做增加資料 如何增加 他已經一下 他整個系統 他整個理論已經提出來了 已經解釋完了 挑戰 挑戰 你呢 給你暗示 5秒鐘 5 檢驗 檢驗 嘿 這個 投影片就有答案啊 來你說說看 如何超越 看通話有哪邊解釋不清楚的地方 來 周翔你說說看答案是什麼 如何超越 如何超越現狀 對啊 批判啊 批判現有的結構啊 對不對 人家是construct就是建構 你就是批判啊 對不對 解構也算是一種批判啊 對不對 好了 我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 中國文化的知識 是經常處於停滯的狀態 孔子懷念周公 孟子懷念孔子 其他人朱熹也懷念孔孟 他們弄到這邊都是 最後呢 蔣公也懷念朱熹 一路下來叫道統 永遠不會進步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同學你看出答案了嗎 你看出答案沒有 我們沒有批判理性的傳統 沒有這個傳統 注意到沒有 我跟你講沒有這個傳統 以前你受的教育 你考上建築北約 你都是沒有用的 Nothing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擁有批判理性的 文化跟一個沒有批判理性的文化 比在一起 一個拼命的未進步而求進步 一個完完全全強調祖宗所 祖宗所設下的體制 是不能刪改一致 你看出來這個差別沒有 你看出來差別沒有 所以批判傳統 我為什麼特別在我們的 西洋哲學史裡面討論亞里斯多德的部分 用了卡普普的觀點 他就是體現了這種批判理性主義 這個你是追求突破的重點 就是要能夠批判現有的制度 對不對 所以請同學務必記住 我們這堂課其實表面上叫西洋哲學史 其實是舊為圖存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觀念 所以呢 我們有兩個批判部分 一個 不是我們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批判一個是建構 理論建構的 然後另外一個批判精神 要批判的理論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什麼叫做建構 你把所有的經驗系統化起來 給他一整套的理論 這個他自己就是個系統 然後你能夠推翻這個系統 然後進一步往前走 這個就是批判 這個就是重要的 我講這個話是 融合了現代的精神來詮釋亞里斯多德 The question and arguing from the procedure of dialectic 這個就是辯證嘛 我們就是一邊劍 一邊劍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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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 這樣的方式 這個就是辯證的過程 A process of dialogue pretty much in the form of Socratic Elancus Elancus就是什麼呢 Elancus的意思就是refutation 我原來譯的中文叫什麼 我已經忘掉了 叫做好像這個好像 蘇格拉底特有的這個對話的方式 Elancus意思就是把人家搏倒 把人家反駁 讓人家承認自己無知 這叫refutation 那麼the Socratic method refers to something like a detecting truth by questioning 那麼 by questioning what has been believed commonly by predecessors 就是說前人的腳步 所以請大家注意這是一個現代詮釋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這個是有關於這個科學方法論的部分嘛 這個大致上就是方法論的精神 那麼現在的話呢 inquiry lead us to causes and to universals 這個是實在論立場 這個就是我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調查 就是調查的工作 lead us to causes and the universals 將來我們上到亞里斯多德形上學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來他的四因縮 是什麼原因 結智原因 我跟大家強調 這我個人的觀點 東西文化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 你有沒有掌握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所講的東西 就是西方知識 因為東方文化差別的話呢 我覺得所有非西方文化大同小異 所以佛教在中國的接觸的程度 就是花開併地 從這個東漢一直開始到了唐朝五代時期 可是西洋科學的觀念 就構成了很大的衝突 到今天這個衝突都沒停 同學就在你們的身上 就可以感覺到這個衝突 在你們身上就可以感覺到衝突 就說我們 我們學校挑的是 最會讀書的人 結果讀完碰到重點 完全無法招架 沒興趣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種不可比例 這種不可共良的這種現象 發生在你們身上衝擊很大你知道嗎 我今天是老了 所以才想到我當年在大學浪費時間 心裡很痛苦 所以替你們教去 我有子女嘛 這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你對一個東西 你完全不知道幹什麼 你浪費很多時間 重點在此 然後稍重疾次 發展的空間有限 所以說我們現在講說實在的立場的話呢 好 我再進一步告訴大家 我們剛剛說過亞里斯多德 要了解他的哲學有五個概念 我跟大家再重複一遍 第一個 請大家看椅子 這個椅子就是椅子的理念 跟椅子的材質的結合 第二點 這個木材原來在樹上 然後它有這個潛在作為椅子的可能性 現在被木工 被伐木工人實現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這是一個經驗論跟實在論的結合 我們現在要上實在論的部分 為什麼 經驗的內容 只有告訴我們經驗的資料 然後經驗的資料 是我們的所 唯一的所擁有的知識探討的基礎 而因為是唯一的 所以我們說 它是真實的 亞里斯多德就是這個觀念 所以在這個真實的立場上來講 他說一切的事物都要有此這個為基礎 而這個基礎本身是約定的 然後最後一部他講說所有的事物 它的存在有一個終極的問題 不需要我們解決是什麼呢 它就存在有它的目的 包含天 天為什麼會存在有它的理由 地 自然一切為什麼存在有它的理由 人為什麼存在有人的理由 人的存在理由就是 個人就叫倫理學 群體就叫政治學 這系統是完美啊 非常恐怖啊 然後你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現在我們講到事在論 Inquiry leads to causes and the universals coming from why questions and their answers in generalization form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現在靠的經驗對不對 然後經驗經驗經驗慢慢擴大了 後來我說 說It is true that nobody would disappear without the reason 這句話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是從我的經驗一點一點一點的累積出來 跟我歸納 經過表象 經過經驗 經過歸納 經過我的generalization 變成了原則 然後我說它是 It is true tentatively that nobody disappear without the reason 那這個什麼呢 我用了true 說It is correspondent with reality that nobody disappears without the reason 你們都聽得懂這個英文啊 非常好懂啊 你聽得懂嗎 對不對 Nobody disappears without the reason 沒有人會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 突然不見的 那這個是真實的 講這句話真實的話呢 你心中要 Bear two things in mind 你心中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 This is conventional actually 這是約定俗稱的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就是要說 這句話本身的話呢 你的態度是把它當成真理的同時 你也要記住 這個是你所僅有的內容 所以這個是你在這個問題所看出來的 Alzheimer had a realistic conception of inquiry and the knowledge Beliefs and the theorists are true Insofar as they grasp the reality that we inquire into 所以說對亞里斯多德來講的話呢 這是一個融貫的系統 就是 It is true that nobody disappears without the reason 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說它是true 並不表示我真的知道每一個人存不存在的理由 而是說什麼呢 至少在我的經驗內容中 從整個探討 你可以看得出來 從最根本的 最基本的在經驗中的empirical tangibility 在經驗中的可察覺的部分中 它是依循這個規則 即使我不知道 我所有claim the truth 到底有多真 但是我很難想像在我的經驗層次中 會遇到例外的情形 對不對 然後這種例子太多了 我們整個世界 所以說It is true that without oxygen we would not be able to survive 就我們可以講說這個沒有氧氣的話 我們沒辦法活的 這個也是真實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亞里斯多德他基本上是融貫系統 Universal and causes are pried by nature 就是說什麼呢 他就是強調一個重點 這個自然當中呢 可以有 全身的 普遍的Universal 還有有因果 這兩件事情 因為我們其實 請注意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是非常小心的 我們不可能去調查過每一個人 說他不可能說是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不見了 所以Universal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說 我們說每這個烏雲照日的 這個烏雲密布的日子就是即將下雨的日子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說是烏雲密布跟下雨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性 我們也不能夠說 我就知道這個天就這個意思 他不聽我的他就混蛋 不可能這樣子 所以呢 有關Universal跟cause的事情呢 對他來講呢 They are a true theory A true theory must feed them 這個是他 這個是我們整個課上到有關亞里斯多德的這個 empirical tangibility 最有爭議的問題了 然後這種有爭議的問題就會變成綿延不絕的 哲學形上學的問題 一個是causation 另外一個是universality 比如說 比如說 像在民主政治當中 就永遠有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全民 你代表哪個人 像人家一開口閉口 在邏輯上都有問題啊 開口閉口 台大要有一個交代 誰是台大 誰姓台明大 沒有這個人啊 那你現在講說 台大就是你們這群人 我 我只是by accident到這裡來教書啊 過兩天我又走了啊 這兩天可能是十年啊 對不對 沒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說 你們這個學校的每個人 開玩笑 我們學校性質太多了 我們學校有人千方百計希望學校趕快垮掉啊 對不對 那有的學校 有的人願意為國學 我die for the university 每個人不一樣啊 對不對 我們只有particular 我們哪來的universal呢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講說 我們 我們台灣就是 你在台灣 我也在台灣啊 我想法就跟你不一樣啊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迎接勝利 台灣迎接什麼勝利 台灣只有人才迎接勝利 universal是很複雜的問題啊 cause更難啊 你怎麼知道呢 你怎麼知道這就是原因呢 這個cause的話 induction 就這個問題的話呢 Hume David Hume就立下終身的不朽的基頁 就是反對這個因果論啊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說他一定的為真的 我們又看不到causality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話呢 說明了什麼呢 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都不是很重要 這個都不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說過第一點啊 知識要成為可能 大家對於柏拉圖跟這個 蘇格拉底那種搞法都很不滿意 所以亞里斯多德在經驗中啊 你不得不承認 最符合我們對於知識的期待了 這也是為什麼 亞里斯多德的知識建構最不滿意 另外還有一點重點啊 我們不得不承認 亞里斯多德對於整個西方知識發展的影響 極其深遠 極其深遠到什麼地步 到時候我剛剛講到培根也好 講到David Hume也好 甚至於以後你們看到政治理論中 John Locke、霍布斯、洛克、盧梭 都是對亞里斯多德的系統的回應 整個西洋學術的創造來源 都不外乎對於亞里斯多德系統的回應 包含 這不是我誇張的 二十世紀最有名的一本書 Thomas Cohn寫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科學革命的結構》這本書S.S.S.R. 它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說 科學要成為可能的主要的重點 不在於你的老百姓有沒有創意想法 主要的重點在於你的社會 有沒有一套完整的系統 把所有從事科學調查人的心意、能力、精力 全部吸引到這個架構中 共同做一個發展 然後你接下來的進一步的進展 只有科學的革命而沒有任何其他的內容 所以換言之對他來講 就是說你的社會如果沒有出現一個典範 你不可能擁有科學 這個我們一般人都知道的 就是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 那這個書裡面間接的證實了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在這堂課中一直在強調的重點 亞歷斯多德太重要了 他的系統之完備啊 包含了一切的情況下 讓你只有被他的系統收納進去 然後變成他整個研究社群中的一部分 要離開這個系統而單獨 繼續作為研究者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所以他認為科學就是要有一套理論系統 先能夠一統天下把所有人的精力全部納入這個思想體系當中 你才有可能發展 所以對於亞歷斯多德來講 他說It's a true theory must fit everything 理論本身能夠提供自己要求的因果 要求的universals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在我們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考慮上 就是要從這個角度 那麼大家 那我接下來談這個思想跟語言的部分 因為我先講了這個科學方法論 然後再講了這個實在論的問題 那麼有關於這個my means of access to experience 這個就是叫semantics 那我下禮拜再講 我今天因為做個開頭 我留下大概五六分鐘看看同學有什麼問題 我有點累了 我有點累了 我下次還是要用麥克風 我講著講著肚子好餓 然後我感覺到眼前一片漆黑 看看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聊一聊好了 你做個代表 來隨便講一點 不要受傷 然後你下一個 然後你第三個 來 這樣子就抽掉五分鐘 隨便講任何感覺 對 對 好 我坐一下 抱歉 我有點累 好累 像那個有universal的問題 好 就是像我剛剛不是說 像有些感受可以被當現象 那別人會想說 就是我指的東西跟別人指的 跟他們感覺的固定是一樣的 嗯 那其中有particular的部分 那也有universal的部分 那是不是是因為這個universal的部分 指的東西不 是指錯 指到不同的東西 但我們還是可以去談論其中universal跟塊 對 這個剛好說明為什麼亞里斯托德 繼承了蘇格拉的Elancus 就Refutation 當你看那個現象你做出來跟別人 一開始兩個獨 單獨的看法必然有所不同有所同對不對 然後呢一段時間溝通以後呢 你慢慢的可以把有所不同的部分呢 放在一旁 然後會著重於有所同的部分 到最後的話呢你會很確切的講 這就是大家共同的經驗 所以我們經驗可以透過這個溝通的方式達到一致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從來不與人交往的人 他講出來的話極有可能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 這個我們日常經驗中確實也是如此 但吃過幾次苦頭慢慢自我修正 所以一個人學習的過程其實往往就是很複雜 因為我們學習的過程一方面 這個我今天不是在談創意 不過我剛剛跟那個李同學在講到那個創意的定義的時候是說 你一方面要能夠與眾不同 另外一方面要能夠跟別人見趨一致 所以學教育的過程本身包含一個緊張的關係 對不對 懂這意思嗎 因為你學得太好了 沒特色 跟人家一樣 老師考試題目發下去每次都一百分 每次考一百分的人他活得很痛苦搞不好會自殺 為什麼 他又不知道幹嘛呢 每次考五分的人的話也會自殺 因為他實在是接著努力了也不行 但是總是怎麼樣呢 就是每一次都知道人 他又知道不但能夠保存自己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又能夠按照別人所要求的標準 他能夠在見趨一致跟維持自己特色之間做很好的平衡 這才是學習的過程嘛 學習 所以一個老師也要鼓勵學生發問就是說 聽到學生有不一樣的想法趕快做一個判斷 說同學這個有點離譜 不要朝這個方向想 這個好問題 要做這個評論才是一個道理 所以發問也不是說什麼問題都好的 你這個講得很好 非常好 那剛剛講第二個是誰我已經忘掉了 好像是 我剛剛 好 對對對 老師我問一下就是還蠻不關的 你就是老師 待會是這樣共鳴 你會記載什麼問題 你會記載什麼問題 就是像我自己都問我都不知道人家的問題 好 不知道什麼 我如果是你啊 在今天的脈絡啊 我至少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 老師你憑什麼 我以一己之力 把這個教育的問題 講得如此不堪 我們到底問題在哪裡 誰錯了 難道說我們就一群笨蛋在搞教育嗎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啊 難道說 我們都是優等生 這個同學優等生 這也優等生 我們都是優等生一路上來 有錯嗎 對不對 你第二方面的問題你可以問 亞里斯多德真的像你講的那麼重要嗎 如果像你講的那麼重要的話 為什麼我從小到大 當優等生教科書沒讀過呢 為什麼 你當然可以問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我對不對 你都是優等生上來 如果建宗怎麼沒有人教過我這個呢 北宇女也沒教過啊 而建宗跟北宇女都沒有教過的話 要去哪裡教呢 難道說亞里斯多德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到 只能夠在這個高職裡面上課嗎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問題啊 對不對 你憑什麼發 你憑什麼做這種口出狂言呢 還敢錄影呢 對不對 懂嗎 老師你現在的微笑 難道不是強說鎮定嗎 你內心是不是很後悔很懊 你已經話已經說得過頭了 都是問題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啊 講到這個問題啊 也是存在主義式的問題啊 我要是你啊 我掉著眼淚在問我告訴你 你在看李明杰 李明杰是北宇女的啊 對不對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啊 我在這個國家做優等生 你講的問題講的 把這個教育講得如此不堪 那我所有廢數的努力 難道這是白費了嗎 出了什麼問題 哪裡有問題 什麼問題我就 對不對 對不對 It's a matter of my future and life 對不對 你可以很激動嗎 不值得激動嗎 你覺得應該激動 你覺得應該激動 因為你非常沉穩 你的個性整個從三個鐘頭沒有表情的 你知道 所以我非常害怕 對不對 是這樣的問題 這哲學課本身來講就是內容啊 是不是應該問這種問題 還是說沒希望呢 我剛講第三個是你嘛 是嗎 那我想問那早上是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受教育 這種玩笑不是這種問題搞一次就好了 為什麼要受教育啊 我剛不是答復了嗎 今天是告解的日子 就在課程最後一天講幾句心理話 以這個總導師的時間跟大家講幾句話 我告訴各位 這個時代出現了一個極大的轉變 透過教育來改變你的經濟社會政治情況的可能性越來越低 一般的社會的資源的分配過程 伴隨著全球化的腳步 所有的教育都全球化了 所以大家其實 以前我在 我跟大家講啊 我先跟你講的稍微遠一點 台灣最有錢的幾個家庭像孤家什麼 他們的小孩都是東海畢業的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大家都去讀東海 孤家的小孩啊 聯合報王家的小孩啊 很多人啊 都是很多 讀東海因為那是美國人辦的Liberal College 那個時候沒有全球化的概念 所以受教育的話呢是一種傳統信念相信 可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 現在的情況不一樣是要說大家要問自己 我受教育的理由上這個問題你自己要回答 這個絕對不能是如下兩種理由 第一 我父母要我受教育我才受教育 絕對不可以這樣 你自己即使這是事實你要嘗試的回答 就像總統是Bumbler 即使是事實我們要嘗試的回答問題在哪裡 然後第二點非常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在受教育的過程中成長而不是停滯 成長什麼呢 你要不斷的發現你到底適不適合你所接受的教育 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會被教育體育給限制 像我覺得就是我很不解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走向通財教育 通識教育 通財教育 通財之類的 我甚至可以幫你講得更直接一點 教育的目的就是替國家挑出精英 我有一個演講專門就講這個 教育的真實的目的是為國家挑精英 沒有一個國家會鼓勵全民去受教育 大家都打籃球一人一個球 這不叫籃球 那然後呢這裡頭呢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為受教育的目的是為國家訓練人才 訓練人才的方式 關鍵是我們不知道這一個人他到底應該訓練什麼樣的專才 我們現在學醫的 學電的 學商的 是大家趨之若悟的科系 剩下一些像我們哲學系 我們這兩個責任意願 這種被大家認為說分數低的讀的 還有一種在中間看起來分數很高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用的心理系啦 什麼 很多啦 很多啦 我只舉例因為他坐我正前方了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請問你 你適合讀哪個科系 難道是用分數決定的嗎 請問你 你誰敢跟我講這句話 So I love to study medicine because I got the highest score 你覺得這裡頭有邏輯的關係嗎 體制是這樣規定的 事實上是如此嗎 如果這一個人他有highest score 但是他從來不敢看到血光 他沒辦法看到沒有看到大體 沒有辦法 那他怎麼辦 這種事情很多你知道嗎 我做系統 我知道我們系統有很多 有一學系轉過來的人 他沒有辦法 他有困難 我這是私人隱私 我們不能講 所以我們現在講說 這個人要訓練專才教育的前提是 他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麼 那你除了通才以外 有別的辦法讓他知道他是什麼嗎 你一下子小鬼頭 18歲就讀了企業管理 他連人跟人之間的關係都搞不清楚 他要管理誰呀 他還不如讀畜牧系的 他管牛試試看 你懂嗎 所以只好讓他這個生活面向多元一點 這就是通才教育的重要的基礎 他為專才訓練 所以美國大學就典型這樣子 美國的Iver League 大學部 通識教育 完全通識教育 研究所 你到了哈佛 到了耶魯 到了達爾摩斯 他們都一樣 全部都是 到了研究所 都是最高級的研究人員 就是他的通識教育奠定好基礎 讀了研究所就是人才 你要跟美國學就好好學呀 你怎麼學一半呢 對不對 他一定是在研究所 你怎麼學到這個 你怎麼學到你 你怎麼學到你 我怎麼學到你 你怎麼學到你